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马上就派救援队过去 哇 一大早就发生火灾呀 点点呼叫 点点呼叫 刚才接到陆迪的报警电话 什么 说市政广场起火了 请大家挺快赶往市政广场 是 下车 到底是哪里起火了呀 小娟是说发生了火灾呀 难道 难道是陆迪骗了我们吗 真好玩 什么 是假警情 嗯 我们赶到市政广场一看 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再有虚假报警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啊 我们又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说谎 没错 我们又不能对报警置之不理 该怎么办才好呢 真是麻烦了 哎 从此以后 灰姑娘就和王子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再讲一个吧 这么喜欢故事啊 是啊 让我想想 给你讲个什么故事呢 对了 在很久以前 爷爷 马斯基爷爷 骆迪 有什么事吗 出大事了 威勒先生在风唐大桥摔倒了 伤得很重呢 什么 威勒 米妮 爷爷以后再给你讲故事 爷爷 等等我 可以 走赞上鲄了 各位爷爷 努悦 这是什么东西 他去哪儿了 这孩子 看来是骗我们的吧 那莫非 我也被他骗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陆迪跟我说 有人在这里钓到了一条 特别少见的大鱼 可我只钓到了这个 这孩子 陆迪 你这个大骗子 今天到处跑来跑去的 电池快没电了 我现在得去充充电了 那不是胡伯叔叔吗 这次逗套玩好了 刚才就觉得奇怪 轮子怎么不听使唤了 难道是坏了 胡伯叔叔 我力不需要来了 快帮忙我吧 罗迪 危险 胡伯叔叔 叔叔 你快躲开吧 那个水箱好像要掉下来了 你说什么 我 我 我走不了了 陆迪 快去报警 叫救援队来 报警 这个 陆迪 快去啊 好的 找到了 怎么办 电池电量又完了 有没有人在啊 快来人啊 救救我们吧 有人在吗 快来人啊 爷爷 谁来救救我们 您听到什么了吗 是啊 我也听到了 我们去看看吧 米妮 马斯蒂爷爷 陆迪 原来是你呀 米妮 快帮帮我吧 胡伯叔叔他出事了 如果不马上报警的话 水箱会掉下来 砸到胡伯叔叔的 那 你怎么不赶快报警呢 我现在没电了 动不了了 拜托了 哼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 爷爷 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是的 这次是真的 马斯蒂爷爷 是真的 现在胡伯叔叔的处境 非常危险 快救救他吧 爷爷 他肯定又在说谎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哦 马斯蒂爷爷 有什么事吗 陆迪告诉我说 乌伯在十六号公路出事了 是吗 哦 刚才陆迪还报假警呢 骗了我们 嗯 可是 他这次看来不像是在说谎 小军 相信我 能不能派救援队过来啊 那 那好吧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看看吧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胡伯因为陆华 调到了十六号公路悬崖下 请大家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是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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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救命啊 海力 你赶快过去 把水箱固定住 好动 我们一起下去 把湖泊拉上来 好的 湖泊 洛伊 我的轮胎不停使唤了 你先别着急 我们来帮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数到三一起拉 一 二 三 凯莉 抓紧时间 我来了 我来了 好 大家继续再加一把劲儿 好的 你是说刚才你让我救你 是在骗我的吗 嗯 哎呀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出什么事故了呢 真是对不起 本来只是想骗你玩的 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看陆迪 经历了这次事 你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一直说谎 以后即使你说了真话 人家也不会再相信咯 没错 如果刚才马斯提爷爷 没有相信你的话 胡伯这一次或许就不会得救了 是啊 以后我再也不会说谎了 可是爷爷 你怎么知道陆迪刚才不是在说谎呢 这个嘛 活得久了 自然知道的就多了 话说回来 我倒是有个老故事 要想讲给陆迪听一听 什么故事 那我就讲了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非常爱说谎的放羊小男孩 哦 您是在说我吧 您就别再说了 好丢人啊 我可还没讲完呢 我不要听 好丢人 自私的威乐先生 这个太久了 该扔掉了 威乐先生 斯普吉 早上好 这个轮胎你打算扔掉吗 你说的没错 那就给我吧 你快给我放下 怎么了 要是以后还用得着 不就麻烦了吗 不就麻烦了吗 不是要扔掉的吗 行了 招得真不错 您好威乐先生 您好 您有什么事啊 那个 可以借您的锤子用一下吗 锤子 恐怕不行 现在我这里正用着呢 呃 那我在这里等您用完了 再向您借吧 哼 你等多久都是没有用的 今天要用 明天要用 后天要用 我一直都要用 好过分 你们都给我停下来 哦 哦 威乐先生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嘿嘿 我们在挖下水道呢 马上都给我停下来 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什么 简直是吵死人了 嗯 去哪儿了呢 哦 怎么了小娟 我的修理工具不见了 你呀你 我们回来了 你们好 你们好 小娟 出什么事了吗 她说找不到修理工具了 哪个抽屉里都没有 怎么找都找不到 你再想一想 是不是借给别人了 对了 好像借过 但是我借给谁了呢 好好想一想 啊 想不起来了 没办法了 要是你有急用的话 只好先去借一套工具 暂时用一用了 检修轮胎的工具 威乐先生肯定有 嗯 我去借吧 谢谢你海力 嗯 斯普齐那个家伙 不会又来了吧 哎呀 真舍不得给别人呐 我说斯普齐 威乐先生 怎么那么小气啊 怎么了 克里尼 他连一把锤子 都不肯借给我 那还不算什么呢 他连要扔掉的轮胎 都不让我拿走呢 因为威乐先生 我们都没法施工啊 真是个自私鬼 嗯 就是就是 就是 什么 威乐先生 你们有什么权利 在背后这么说我 我用我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不对吗 威乐先生生气了 我们快走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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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小兔崽子竟敢在我背后那么说我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威乐先生 您好 海力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来评评这个礼 哦 这里出什么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 斯普齐看我有旧轮胎 他呢就跟我一样 我就跟他说不能给他 那个轮胎 啊 原来是借给你用了 是不是我还晚了 耽误你用了 啊 没有 你还的正是时候 啊 那就好 谢谢你了小娟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再见 斯太西 哦 早知道就不麻烦海力了 这帮家伙居然在我背后 那么说我 你说欺人不欺人哪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借出去 我就没得用 凭什么我要借给他们呢 呃 您说的这些也有道理 但是 但是什么 如果您暂时不用的话 借给别人用一下也可以吧 大家要相互帮助嘛 说不定什么时候 您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呢 哼 什么 我才不喜欢有谁来帮忙呢 嗯 呃 气死我了 哎 差点忘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呃 没 没什么事 然后呢 我就没敢说想跟她借修理工具的事 别担心海力 工具是借给斯太西了 但是她已经还给我了 罗伊已经检修好了 是吗 真是太好了 话说回来 我还是有些担心威乐先生 他这样 是没有办法和大家搞好关系的 是啊 威乐先生总有一天 他自己也会需要别人帮助的 嗯 六个 七个 哎呀 这这又是怎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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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怎么回事嘛 哎 哎呀 糟糕 屋顶的瓦片掉了 我得赶紧修理一下 但是 我没有梯子 没法爬上屋顶 嗯 找谁去借呢 今天要用 明天要用 后天要用 我一直都要用 借出去我都没得用了 凭什么要借给你们啊 哎呀 早知道会这样 我就不该发火了 算了 也只好这样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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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这也太高了吧 我得小心一点 哎 哎呀 哎呀 啊 吓死我了 哦 是威乐先生的 从哪儿掉下来的呢 救命啊 啊 哎 威乐先生 救命啊 救救救救 救命啊 克里尼 我快要掉下去了 天呐 您先坚持一下 我马上去报警 您好啊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威乐先生他出事了 威乐先生 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紧紧呼叫 紧紧呼叫 威乐先生在修理屋顶时 被卡在烟囱里了 大家立刻前往威乐先生的商店 是小娟 是小娟 威乐先生 威乐先生 你先忍一下 啊 唉呀 救援队怎么还不来啊 啊 来了 微乐先生 微乐先生 破莉 快救我下去 先不要着急 我们这就过来救您 海力 你上去 帮助微乐先生 从烟囱里面出来 好的 罗伊 你准备一下救生梯 安巴 准备一下救生气垫 好的 你慢一点 谢谢你 不客气 罗伊 救生梯已经升到屋顶了 好的 微乐先生 您小心一点上救生梯吧 哎呦 哎呦 朝下看会害怕的 您朝前看 好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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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 可以了 罗伊 好的 全体要下降了 哎呦 别担心 微乐先生 马上就好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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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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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诺 波克 你们也可以在我商店门前施工了 哇 真的吗 嗯 嗯 当然了 哦 还有斯普齐 嗯 拿去随便玩吧 哇哦 好开心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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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糟了 又被掐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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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误模仿 觀眾朋友们 接下来将是最精彩的一幕 请欣赏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 好啊 布鲁姆斯杂技表演 最高潮 斯普奇 成功完成超能动作 斯普奇 好像啊 好像啊 别的我不敢说 模仿可是我的强项 我也可以 瞧我的 开普 成功 哇 开普 你简直就像专业的杂技演员一样啊 嗯 好厉害啊 我也要试试 好了好了好了 接下来要开转转了 斯普奇 你还得加把劲哦 哎呀 看起来倒是挺容易的 嗯 嗯 再见 我先走了 好的 再见 斯泰西 你好 卡丽 你好 我过来看看 上次修过的报警电话好用吗 嗯 没什么问题 嘿嘿 那就好 哟哟 我成功了 成功了 斯泰西 我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哦 你好 海力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我终于成功练成特技了 特技了 嘿嘿嘿 自从上次看了表演之后 他就开始练杂技了 斯普奇 模仿杂技表演是很危险的 小心伤到自己哦 别担心 我练的动作没有那么危险了 那海力 斯泰西 我先走了 你又要去哪儿 我就给大家看看我的特技表演 再见咯 哎 这个斯普奇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海力 我回来了 海力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刚刚小娟说 要给我们看看她的 《画时代新发明》 新发明 闪亮登场 呃 呃 呃 怎么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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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呃 心惊肉跳 独轮车 看上去看上去不太安全啊 看上去不太安全啊 看上去不太安全啊 小娟 快下来 会摔伤的 小心点儿 放心吧 不会摔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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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娟 还是快点下来吧 这太危险了 都说没事了 小军 你没事吧 疼死我了 真的练成了吗 当然了 看好了 哇 四不七好厉害啊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又练成了一个新动作呢 是吗 赶快露一手呗 看好了 哇 肯定很好玩的 胆战心惊 超级刺激的 好吧 我也来试试 哟哟 我成功了 有两下子啊 四不七 哇 你们都好厉害啊 我好像在看杂技表演呢 真的吗 真的想表演杂技吗 说的我又想再尝试一下 更厉害的了 什么呀 哦 开普 我们要不要试试那个 什么 你是说这个 没错 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 怎么样 这个嘛 怎么熬过这一个月呢 所以说嘛 叫你下来的时候就应该下来嘛 谁知道会伤成这个样子啊 要是先练习练习的话 就算你练习了 表演单车特技也是很危险的 是啊 小军 罗姨说的没错 表演杂技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幸好伤得不算太重 腿上的伤养好之前一定要小心啊 嗯 我知道啦 哎 可惜了我的单车 话说回来 最近杂技可真是受欢迎啊 怎么这么说 怎么这么说 刚才 斯普奇也说要模仿杂技来着 我还要他小心呢 下次你把我的事情告诉斯普奇 他肯定再也不会模仿杂技了 小军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将是惊心动魄 精彩激烈的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 嘟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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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普 快点快点 啊 开普害怕了不敢叫 谁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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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普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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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斯普奇 斯普奇 哦 不好了 斯普奇挂在屋顶上下不来了 嗯 快救我下去 哎呀 怎么办呢 他会睡下来的 我们还是快点包紧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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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聊呀 啊 呃 呃 呃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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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来了 请大家立刻赶往师傅现场 是 小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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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 我好怕 哈哈 别乱动 斯普齐 这样很危险 我知道了 来了 四步骑 副理 快帮帮我吧 四步骑 不要乱动 我们帮你安全着陆 安巴 在下面铺好救生气垫 海力 你去给四步骑系好拉锁 罗伊去准备好挂钩 好的 四步骑 别害怕 马上就救你下来 可以了 副理 好的 罗伊 把挂钩给我 好的 海力 四步骑 海力 四步骑 别担心 海力 我们一定会坚持住的 别害怕 四步骑 罗伊 可以了 放四步骑下去吧 好的 得救了 得救了 嘿 大家 快看我 我飞起来了 四步骑 四步骑 你快别闹了 太危险了 嘿嘿嘿嘿 对不起 哎 安全啦 哎 什么 你们模仿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 那 那个 那个 四步骑 你不是说 不会尝试危险的动作吗 对不起 我想挑战一些更炫 更强眼一点的动作 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真够淘气的 专业的杂技表演 可不是一日之功啊 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 特殊专业训练的 呃 这样子啊 我知道了 我不会再模仿他们了 嗯 是啊 像小娟一样 受伤了怎么办呢 什么 小娟受伤了 嗯 小娟也是模仿杂技 不小心伤了腿 一个月 都不能下地走路呢 哦 一个月 好可怕啊 一个月都不能出去玩 我再也不模仿危险的动作了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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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沼泽遇险 波克 接着 这次轮到我了 波克 布鲁诺 那是我的球 来 来抢啊 抢到就还你 布鲁诺 快把球还给他吧 才不呢 布鲁诺怎么光顾着自己玩球啊 布鲁诺不懂得和朋友们一起玩 哦 那不是泰坦吗 是这边呢 还是那边呢 他怎么了 泰坦 海力 你去哪儿 我想去农场一趟 可是走错路了 哦 你没有走错 是上次发洪水的时候把路冲毁了 什么 那怎么办呢 别担心 跟我来 我告诉你怎么走 真是太谢谢了 不客气 路居然被洪水冲毁了 泰坦肯定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吧 幸好他当时遇上了海力 要没有海力 恐怕他现在还在那里徘徊呢 是啊 为了确保镇上的居民们 在树林里面的安全和便利 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点措施了 没错 放着不管恐怕会出现更危险的情况呢 那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每天去树林里值班吧 绘制一张布鲁姆斯树林安全地图怎么样 安全地图 如果在地图上标记清楚了 要留意或者禁止出入的地方 是不是就会降低事故的几率呢 哇 这个主意可真是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去树林里面看一下吧 嗯 哦 绿痕好大呀 应该在这里放个警示牌 大婆 干嘛 一会儿我们去打球吧 今天恐怕不行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是吗 麦克斯呢 今天啊 我有很多事情要忙 波克 跟我去打球吧 嗯 嗯 哦 什么 你也很忙啊 嗯 嗯 哦 啊 嗯 我得先走了 我 我也是 嗯 嗯 波克 你也要走了吗 波克 这不对劲啊 差点没发现 我们走吧 好的 惯了 不是都说很忙吗 这是要去哪儿啊 他们打球 全都不带我 布鲁诺不在 大家都可以玩到球 真是太好了 没错没错 下次我们也别带他玩 什么 来 开始下一局吧 他们居然都不带我玩 这次该我了波克 我去捡回来 我去捡回来 在那儿呢 麦克斯怎么还不回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麦克斯好像出什么事了 麦克斯 救命啊 麦克斯 救救我 麦克斯我来了 是沼泽 帮帮我 不可 来人啊 都怪我只顾着自己玩 大家都不跟我玩了 救命啊 出什么事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来了 你们在哪儿啊 在这儿 波鲁诺 我们掉进沼泽里了 你们别着急 我马上去报警 这里要注意山体滑坡 这里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还有这里呢 小军 快整理好了吗 嗯 但是农场附近地区的资料 还是很少很少的 是吗 那样的话 我就再去那里查看一下吧 嗯 谢谢 我这边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大事不好 麦克斯 和当铺 掉进沼泽里了 你说什么 在猫头鹰树林的农场附近 快来吧 好的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海力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了 好多 好多 博客 你千万别松手啊 我来了 大家别着急 我这就把沼子都挖干 布鲁诺 你别挖了 你会出危险的 我没事 怎么办 我我撑不住了 我撑不住了 麦克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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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婆莉 在这儿 罗伊 你负责麦克斯 安巴 你负责布鲁诺 邓普 就交给我了 大家抓紧时间 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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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了 呃 呃 呃 我也要逞下去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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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好 麦克斯 怎么样 大家都没事吧 这里居然有沼泽地 赶快在安全地图上标出来吧 真是没有想到 不过呢 大家都没事就好 多亏了布鲁诺 又不差点出了大事 太谢谢你了 布鲁诺 我们不应该抛下你偷偷去玩 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之前都是我不好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其实因为布鲁诺光顾着自己一个人玩球 我们就不带他偷着去玩 结果就出事了 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总自己扒转着球了 看样子 大家又能够重归于好了 嗯 对了 我们的球呢 别担心 球在这儿呢 很安全 海力 给我 这里 伍鲁诺 伍鲁诺 我只要一看到球 就兴奋地停不下来 喂 鲁诺 有没有事情 海力手 你不要诵弟 Annie 晚聊 你很少 小君 还要等多久啊 俗话说漫工出细活嘛 星期吃不了热豆腐 早上好啊 Polly 一大早你们两个在忙什么呢 我在给海莉做新眼镜呢 加强了眼镜的红外线功能 哇 好棒啊 做好了以后给我看看 现在我要去镇上巡逻了 辛苦了Polly 爷爷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嗯 爷爷不需要什么礼物 可是我生日怎么可以没有礼物呢 鲜花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 漂亮的气球呢 嗯 这个也不错 嗯 你什么都说不错 小丫头 爷爷 没关系 我年纪大了 眼睛也看不清了 您小心一点 好的 那我去威乐那里看看 你就先回家吧 好的 爷爷 爷爷 您好 米妮 嗯 你好 Polly 哥哥 嗯 米妮 你有什么烦恼吗 哎 哥哥你听我说 我有两个烦恼 你有两个烦恼 对 一个是 明天是爷爷的生日了 可是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给爷爷好 还有一个是爷爷的眼睛不太好了 所以你才会这么忧心忡忡的对吗 对 嗯 啊 我想到了 送一副老花镜给爷爷做生日礼物怎么样 什么是老花镜 很漂亮吗 老花镜是一种能够放大东西的眼镜 如果你送这个的话 那你的两个烦恼就一下子都能解决了 可是 在哪里能找到老花镜啊 用不着担心 这个就交给我们来办吧 就是说 你们想在马斯提爷爷生日的时候 送他一副老花镜 嗯 你看 明天能做好吗 没问题 只是海力要再多等等了 可以吗 海力 当然 为了米妮的礼物 我等多久都行 真的吗 谢谢哥哥 不客气 我也可以帮小娟姐姐做点什么吗 你也想帮忙制作爷爷的礼物是吗 是的 好吧 米妮 那我们开始吧 谢谢 米妮 帮我把这些东西搬到那边去吧 啊 算了 还是放在这边吧 好的 请尽管吩咐 我出门了 再见 米妮 一大早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这是蜜蜜 天黑之前早点回家呀 小丫头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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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不是米妮吗 米妮 你去哪儿啊 救援队 哦 啊 对了 今天晚上要给我爷爷开生日聚会 别忘了 晚上见 他这是忙着去干什么呀 小娟 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 嘘 他现在在做很重要的步骤 嘘 嘘 好了 看我的手艺如何 哇 好棒啊 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 来 米妮 爷爷也能满意就好了 是啊 谢谢大家 我带着给爷爷的礼物 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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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我的礼物 不要 快停车 等一下 不要 怎么办 一通也动不了了 救命啊 快来人啊 哎 米妮怎么还不回来呀 是啊 怎么回事 是啊 怎么回事 嗯 回来了 米妮呢 晚上好 爷爷 啊 原来是陆迪啊 陆迪 今天有没有跟米妮在一起玩啊 没有啊 早上她说要去救援队啊 救援队 马斯提爷爷现在应该收到米妮送的礼物了吧 嗯 我猜她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辛苦了 小娟 没什么 要不是海莉先任后几 我还没时间做呢 明天一定要给海莉做好新的眼镜 哦 马斯提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哦 谢谢 小娟 我家米妮在你那里吗 哦 她白天就回家了 是吗 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什么 米妮现在还没有回去吗 米妮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您别担心 爷爷 我们先在这去找找看 大家 分头行动吧 跑到 我在这儿 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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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米妮 米妮 空塘大桥那边没有 广场和镇中心也没有发现它 那我们就再到郊区那边去找一找吧 王冬 我找到米妮了 在十六号公路这边 好的 马上赶到 我们在这儿 他们在那儿 快走 快走吧 米妮 你没事吧 快救救我 她被卡在两块岩石中间 动不了了 好 卢伊 我们去搬动一下岩石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的 数到三 一起推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莫得救了 谢谢你们 哈哈哈哈 好了 你试着动动看 现在好了 谢谢你 幸好你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是啊 合备了 我的礼物 天呐 都摔碎了 爷爷的礼物 米妮 米妮 爷爷 小丫头 你这是去哪儿了 对不起爷爷 礼物被摔碎了 这是米妮努力做的 却成了这样 我本来是要送给爷爷 一副老花镜的 米妮啊 你知道对爷爷来说 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米妮你呀 你能平安回来 就是最好的礼物 真的吗 当然啦 瞧你笑起来 多漂亮啊 真是谢谢各位了 你太客气了 那既然米妮也回来了 就开始聚会吧 哦 开始聚会了 你们给爷爷 准备生日礼物了吗 没有 我们忘记了 什么 你们居然没有准备礼物 真差劲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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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奇 雷迪 雷飞 谢谢你雷飞 什么 我是雷飞 那你是雷迪 我才是雷迪 抱歉 是雷奇啊 特里 你怎么会记错我们的名字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弄混了 我先走了 你好 你好 雷飞 什么 你也分不清我们谁是谁吗 干嘛生气啊 你们长得都一样 你们长得都一样 谁能分得清啊 谁能分得清啊 我还有事呢 先走了 我们长得都一样 怎么可能呢 你们好 马头一切顺利吗 海力 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吧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呢 刚才 特里和波斯提来过了 却分不清我们仨 却分不清我们仨 你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分不清吧 这 我当然分得清了 那个 你是雷飞 什么 对不起 我也有点分不清 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怎么你们都说我们长得一样呢 我们不一样 别生气嘛 下次我不会再弄错了 嗯 这可怎么办呀 三胞胎又闹脾气了 这一次又出什么事了 听说今天 好几个人都把三胞胎的名字给弄混了 甚至连我也叫错了 啊 就连镇上记忆力最好的海力都叫错了 怪不得他们会生气呢 嗯 可是每次我看到三胞胎兄弟 我都分不清 你们难道分得清吗 嗯 黄色的是雷琪 虫色的是雷飞 那个蓝色的是雷迪 哇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分得清他们呢 他们虽然长得很像 但是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无论是性格还是本领 你也好好地观察一下吧 是啊 等你发现了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不会分不清了 是吗 他们三个颜色是不同 可我还是分不清谁是谁 蓝色的是雷迪 蓝色的是雷迪 好重啊 你让开 让我来吧 他旁边 橙色的是雷飞 雷飞力气好大 我们已经搬了几个了 我搬了两个 雷琪搬了三个 你搬了五个 正好十个 哇 雷迪好聪明啊 哦 连这个都算不清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 一点力气都没有 别吵 别吵了 琪琪正等着我们呢 我们得快点把货物装好 琪琪才能出海呢 嗯 看来雷琪比较有责任心啊 雷琪 雷飞 雷迪 你们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啊 有什么事吗 是啊 大家都说我们三个长得一模一样 总是叫错我们的名字 就是 真是太气人了 这的确令人难过 哦 他们还都在气头上呢 嗯 你们说的没错 三胞胎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哪里不一样呢 雷飞很有力气 雷迪比较聪明 而雷琪嘛 很有责任心 海莉终于也发现了三胞胎哪里不一样了 嗯 下次见到他们 我肯定不会弄混的 嘿嘿嘿 我有个主意 我们写一首歌 描述一下三胞胎怎么样 写歌 你们想想 如果把三胞胎兄弟不一样的地方 写到歌词里 大家都会跟着唱 其他人也就不会分不清他们了 嘿嘿嘿嘿 这样三胞胎兄弟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嘿嘿嘿嘿 这个主意不错 是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安巴 你会帮我吧 嘿嘿 当然了 嘿嘿 什么 又分不清楚了 我 那个 什么时候叫对了我们的名字 什么时候再给你撞货吧 哼 对不起 你们三个长得简直是太像了 我们根本就不一样 我们才不一样呢 我们完全不一样 你们干嘛总学我 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一模一样的 谁学你了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 别吵了 你们三个 别吵了 怎么可能 明明就是学我的 我就是没学你 你们两个缠在一起 看起来好亲密啊 别笑了 你赶紧给我放开 你才敢放开 你笑什么笑 快给我放开 你们快别吵了 这样是很危险的 你放开 放 你想干什么 哎呀 你们再不住手的话 一定会出大事的 橙色的雷飞呀 他是个大理事 蓝色的雷迪呀 擅长解决难题 黄色的雷气呀 他很有做人心 要扯三兄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怎么样 写得真不错 跟着学唱也很容易 像这样用歌声唱出来 感觉跟三包台兄弟更亲密了 啊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特里 小圈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特里 三包台兄弟打起来了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们快来劝劝他们吧 好的特里 我马上拍救援队过去 干啥 支持快 mister 你們快跌倒了 我要给你们 pilots 好吗 哎呀 不 favor 总统像 nas 啊 软 som 揭 这里 Poly 你快点劝劝他们吧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劝住他们的 那就拜托了Poly 都给我滚远点 雷琪 雷飞 雷迪 不要再吵了 是啊 冷静一点 听我们说 我叫你先放开 走开 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们说什么 听我说 你们别吵了 我叫你 走开 我跑了 小心 小心 特里 小心 没事吧 特里 听我说 你们不要再吵了 得快再劝劝他们 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没用的 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在说什么 我看 在他们消气之前是不会停下来的 怎么才能让他们消气呢 不可以 不管了 马头上面住着 吊车家的三兄弟 他们三个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橙色的雷飞呀 他是个大理石 蓝色的雷迪呀 擅长解决难题 黄色的雷迪呀 我们很有责任心 吊车三兄弟 停止吵架了 吊车三兄弟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我们也一起唱吧 马头上也住着 吊车家的三兄弟 他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橙色的雷飞呀 他是个大理石 蓝色的雷迪呀 擅长解决难题 黄色的雷迪呀 他很有责任心 吊车三兄弟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雷齐 雷飞 雷迪 以前我总是叫错你们三个的名字 真是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 你们居然会为了这件事如此的难过 嗯 我也向你们道歉 嘿嘿 能理解我们就好 嘿嘿嘿 这首歌写得还真不错呀 多亏你们 我也不生气了 那就好 嘿嘿嘿 以后啊 你们可不要再吵架了 你们三个应该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呀 对吗 知道了 嘿嘿嘿 特里 抱歉耽误你的时间了 我现在马上就给你装货 不用了 我来好了 你说什么 我说让我来 你说什么 我说让我来 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说让我来 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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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玩吧 波克 今天天气真好啊 是吧 波克 嗯 嗯 嗯 蝴蝶 不对 克里尼 我来我来 我来猜猜看 这是干嘛呢 去看看吧 波克 嗯 我差一点就猜对了 你们好 麦克斯 波克 玩什么呢 那么开心 我们在玩猜谜游戏呢 哦 肯定好玩 我们也一起吧 波克 一起玩吧 嗯 嗯 嘿嘿 好吧 那就一起玩吧 挺好咯 长着长鼻子 耳朵像扇子的动物 兔子 嘿嘿嘿 不对 麦克斯 哦 你说什么 那个 波克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知道啦 大象 你们好 各位 你好海力 玩什么呢 这么开心 哦 哦 波克 你去哪儿 出什么事了吗 其实我们刚才本来是在玩猜谜游戏 可是我们听不懂波克说的话 嗯 是这样啊 是不是因为你们听不懂波克说什么 他觉得没法跟你们一起玩就走掉了呢 可能是吧 我还是去陪着波克一起吧 波克 波克 哦 嗯 就是说 波克他没办法和朋友们在一起玩 只好自己走掉了 嗯 哦 波克肯定会很难过的吧 嗯 他也想和大家一起玩 嗯 要是 能让大家听懂波克说的话就好了 这个嘛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 哦 啊 这个嘛 就交给我吧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我可是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哦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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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麦克斯 看到波克了吗 他没有来过呀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的吗 是这么回事 是 刚才大家本来在一起玩猜谜游戏 所以波克他就自己走掉了吗 嗯 后来我就追着他出来 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别担心麦克斯 我们跟你一起去找波克吧 嗯 哒哒哒哒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哦 这叫机器画手 他能把你想的东西都画出来 有了这个东西 波克就有办法 让朋友们理解自己的意思了 哈哈 看好啦 啊 画的是手指吗 应该是鸟吧 嗯 我可猜不出来 你明明是只兔子嘛 兔子 看来机器画手也跟小娟似的不会画画嘛 什么 哈哈哈哈 大不了我再继续玩山就是了 你们等着瞧 要是真的可以帮上波克的忙 那就好了 嗯 嗯 嗯 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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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哦 快看 是轮胎印 波克应该路过过这里 嗯 我去看看 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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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到这里就没有脚印了 啊 我说 波克不会被堵在山洞里了吧 什么 什么 波克 你们看 波克就在里面 真的吗 波克 波克 是我们啊 你说话啊 怎么办 波克他好像不想出了 嗯 我来把石头搬走 危险 布鲁诺 啊 啊 啊 好险啊 看来光靠我们可不行啊 还是赶快报警吧 完全看不出是飞机 这话得还不如上次呢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啊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啊 你好 邓普 小军 不好了 波克他出大事了 什么 你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鼎鼎呼叫 鼎鼎呼叫 波克被堵在布鲁姆斯树林的山洞了 请大家立刻前往布鲁姆斯树林 是 小军 HOW I CAN Ali high high 重开 好 多虚 哦 哼 波克 他们完全不理了我们 来了 来了 波尔利 波克被关在山洞里了 不要担心 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你们还是先退到安全的地带吧 好的 大家抓紧时间 离开洞口的石头 好的 唉 唉 玩完了 泡里 嗯 我们进去吧 嗯 波克 你没事吧 波克 啊 泡里 还是让我来跟他谈谈吧 唉 波克 你没受伤吧 嗯 没事就好 但是波克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出去吧 嗯 你不想出去吗 嗯 看起来你很伤心啊 可是波克 你的朋友们都在担心你呢 你看啊 波克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快出来吧 跟我们一起玩吧 是啊 波克 虽然你不能说话 但是我们都可喜欢和你一起玩了 嗯 嘿嘿嘿 嘿嘿 终于看到你笑了 快去找你的朋友们吧 是啊 波克 你的朋友们都在等着你呢 嗯 嘿嘿嘿 我还要检查一下山洞再出去 你们先走吧 好的 走吧 波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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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克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你受伤吧 你受伤吧 嗯 我们可担心你了 波克 嘿嘿嘿 哦 哇 这只大象做的可真像啊 嘿嘿嘿 你看 哦 这大象是波克做的 哎 哇 哇 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波克 没想到你的手这么巧啊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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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该轮到波克出题了 波克 出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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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飞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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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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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小娟的新发明派不上用场了 是啊 波克也找到能让自己跟朋友们交流的方法了 Ke 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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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滚刷滚一滚 垃圾扫光 滚刷滚一滚 不要 我的滚刷 我的滚刷怎么办 出来 克里尼 你好泰坦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那个 我用来打扫的滚刷滚到里面去了 拿不出来了 看来我得请救援队过来帮忙了 这点小事叫什么救援队 让我来 好了 可以拿出来了 谢谢你泰坦 那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了 谢谢你泰坦 真是太感谢你了 滚刷滚一滚 垃圾一扫光 坏情绪也跟着全扫光 克里尼 啊 波里 你好 你好 克里尼 看起来你心情不错嘛 你有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嗯 跟你说 刚才我的滚刷滚到木堆里拿不出来了 泰坦 就这样 把木材推开 帮我取出了滚刷 多亏有泰坦帮忙 要不然我今天没办法打扫卫生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以后 万一泰坦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也会帮助她的 波里 哦 泰坦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的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该出发了 哦 你好泰坦 哦 嘿嘿 克里尼 你跑到这种地方做什么 我撞到你该怎么办呐 对不起 我看你的轮胎有点脏 想帮你擦一擦 别擦了 我的轮胎是不用清洗的 可是 真的很糟 我叫你别擦了 吓我一跳 我要去工作了 太疼 放这里好了 谢谢你海莉 不客气 辛苦了 已经整理好了 只等克里尼 把这些可以回收的垃圾 拉走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你好啊克里尼 你们好 要拿走的就这些吗 要是太多的话 我可以帮忙 不用 克里尼 出什么事了吗 你怎么变得无精大采的 克里尼 我想我可能帮不上太坦什么忙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就在刚才 我去找太坦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只是想着要给太坦帮忙而已 但是太坦好像觉得我给她添了麻烦 难道说她是不是讨厌我 怎么会呢 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也许是她有别的急事 要去忙呢 是啊 克里尼 她怎么会讨厌你呢 你是想帮她的 那样就好 肯定没错 你还是等以后有机会 再报答太坦就好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大家 好了 又该出发了 克里尼 你又有什么事啊 你要去哪里啊 去木材厂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没有 那让我帮你把轮胎擦擦干净吧 求你了 克里尼 你干嘛总是跟着我呢 那个 人家就是想帮帮你吗 你说你要帮帮我 真是太好笑了 我很忙你能让开吗 这个 是太坦的 太坦 太坦 要是出了事故 可怎么办啊 救命啊 那可是要出大事了 我看我还是赶快报警吧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克里尼 小军 不好了 太坦很危险 很可能会出事故的 什么 你能说得详细点吗 简直呼叫 简直呼叫 太坦不知道轮胎出了故障 正前往不财产 我们要在出事前找到太坦 请大家立即行动 是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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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小军 没有 小军 isine 好 我 那 我 我的 我 我 我的 我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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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莉 你先去看看 现在泰坦在什么位置 好的 报告 我找到泰坦了 泰坦正走在希望山坡的下坡路上 幸好她还没出事 辛苦了 海莉 让泰坦在附近停车 帮她检查一下她的轮胎吧 好的 泰坦 停车 什么事啊 海莉 有人报警 说你的轮胎出了问题 什么 我的轮胎 这不是跑得好好的吗 我可没问题 不行 泰坦 快停下来 我马上帮你检查一下轮胎的情况 海莉 我正忙着呢 泰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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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坦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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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他们在那儿 太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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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坦别害怕 有我们在呢 罗伊 我们上 安巴 给他救生器杆 好的 好险啊 太坦 你要不要动动看 现在没事了 真是感谢你们 你没事就好 可是 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呢 有人报警 说你轮胎上的螺丝要掉了 是谁报的警啊 是一个想要帮助泰坦的人 想要帮助我的人 泰坦 克力尼 你怎么又跟来了 泰坦 没事吧 我是不是太晚报警了呢 是你啊 原来是你报的警 多亏有你提前报警 我才没事的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了 比起你帮我找回了我的滚刷 这些都不算什么 就为了那么点小事 你就这么谢我 是我误解了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说泰坦 我想麻烦你一下 什么事 你的轮胎上沾了很多的泥土 我可以帮你擦擦吗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谢谢 我方的心理 什么事 斯普奇和蜂窝 啦啦啦啦啦 今天我休息 干什么好呢 是Polly 斯库比也在啊 还有啊 去郊外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蜜蜂 注意不要随手乱扔甜食 也不要随意触摸蜂窝 记住了Polly 而且呢 蜜蜂喜欢黄色 斯库比尤其要多加小心哦 好了 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 谢谢Polly 那大家快上车吧 坐好了 我们出发咯 去加油咯 Polly 你好斯普奇 你在干嘛呢 我听说小朋友们要去郊游 就赶过来给他们讲一下安全守则 郊游 我也好想去郊游 Polly 我们也一起去吧 虽然我也很想去 但是我还得工作呢 真可惜 那斯普奇 我就先走一步了 嗯 嗯 对了 这个季节呢 蜜蜂很多 您也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再见 再见 Polly 我也好想去郊游 心动不如行动 现在马上出发 去郊游咯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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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绝 住手 啊 海力 没有防护就去捅蜂窝 太危险了 啊 是吗 蜂窝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你先回屋子里吧 啊 那好吧 谢谢海力 不客气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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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诺 嗯 你好啊 斯普奇 有什么事吗 嘿嘿嘿 布鲁诺 我们去郊游吧 郊游 嗯 今天不行 我有些工作 必须今天完成 唉 跟朋友们一块去郊游才有趣嘛 那没办法了 你先忙吧 嗯 再见 你们别跑啊 我是想带你们去更好的地方 海力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啦 罗伊 马上就好 我回来啦 Holy 在干什么呢 蜜蜂在屋檐下 住了一个窝 海力要把它弄掉 最近几天 蜜蜂经常出没 接到很多求助电话了 没想到这里也有他们的蜂窝 弄好了 辛苦了海力 蜂窝都已经被安全地拆除了吗 嗯 不过有几只跑掉了 都在啊 都忙完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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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蜜蜂 小绝 快把饮料扔掉 嗯 喂 为什么 啊 快走开 啊 我的鼻子 你没事吧小绝 你没事吧小绝 天哪 它被蜜蜂遮了 啊 蜜蜂为什么突然跑来围攻我呢 哎呀 都是因为饮料 蜜蜂喜欢有甜味的东西 嗯 还是先拔掉蜂针 赶快涂一些药膏吧 嗯 啊 好吧 走走走走啊 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西走 哦 是蜜蜂 你是要跟我一起去郊游的吗 太好了 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啊 嘿嘿嘿 蜜蜂 等等我 你去哪里了 快出来 跟我一起去郊游吧 出来 快出来 甜甜的味道 嗯 怎么这么多蜜蜂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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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菇 怎么样了 你好点了吗 按照你说的 拔掉蜂针 消了消毒 好多了 那就好 谢谢你安巴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不好了 一大群蜜蜂在追思补习 怎么回事 朝广场方向去了 后面跟着一大群蜜蜂呢 好的 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 护理 还是把斯普齐 和风群引到郊外比较好 海力 你先过去 把斯普齐带到十四号公路那边 好的 罗伊 安巴 朝近路走吧 好的 斯普齐 跑哪儿去了 救命啊 在那儿呢 斯普齐 斯普齐 海力 别担心 斯普齐 救援队马上就来了 震惊一点 跟我来好吗 有风吹来了 请大家让开 往这儿走 在那边等他们吧 在那边等他们吧 驾 海力 你那边怎么样了 海力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马上就到 好的 罗伊 准备好喷雾气 海力到了以后 就驱散秘蜂 好的 跑里 斯普齐 加油 马上就到了 好的 我们来了 来了 罗伊 开始行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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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累死了 你们看 蜂群又飞回来了 因为斯普齐身上沾了蜂蜜 蜜蜂又被他吸引回来了 罗伊 快帮斯普齐把蜂蜜洗掉 好的 有了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好了 现在可以了 嘿 蜂蜜也在这儿呢 没错 这里 玻璃 我把蜂群引到安全地带 再回来 好的 小心点 海力 这下终于得救了 幸好没有出什么大事 斯普齐 是啊 斯普齐 你居然敢招惹蜂蜂 差点就出大事了 我只是想和它们玩玩而已 谁会想到它们会攻击我呀 斯普齐 蜂蜂这种东西 可是不能随便乱动的 如果别人破坏你的家 你也会感到生气吧 蜜蜂们也是一样 如果有蜜蜂靠近你 要呆在原地 不要乱动 如果乱动或者吓得到处乱跑 蜜蜂会以为你要攻击它呢 还真是要多加小心哪 在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要注意安全呀 知道了 以后我会小心的 蜜蜂 你去哪儿跟我一起玩吧 死不齐 死不齐 我又忘了 天静大会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明天就要举办布鲁木斯小镇天静比赛了 嗯 大家都记住了 今天到底要做些什么了吧 当然了 我负责准备医疗器械 以防突发情况 我和洛伊一起负责布置一下赛场 我负责检查安全设施 很好 看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小娟 报名参赛的人多吗 当然了 不过报名截止到今天下午 今天应该还会有很多的人前来报名的 要不然你就用广播再通知一次吧 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尽快来报名吧 好的 布鲁木斯镇的军民们请注意 第一届布鲁木斯镇天静比赛将于明天举行 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 在今天下午之前前来报名 哦 报名这么快就要截止了 你还没有报名吗 我们早就报完了 是吗 那我也得抓紧了 彼得先生 我可以去报名参加田径比赛吗 好吧 那就快去快回 好的 一会儿见 斯普奇参加跳远 凯普参加赛跑 可以了 罗伊 现在我去搬个踏板过来 好的 明天肯定会很好玩的 对吧 我来了 你们好 你好 麦克斯 你是来报名的 你是来报名的吧 嗯 你们都报了什么项目啊 我当然是参加赛跑了 你速度好快啊 这不算什么了 我报的是跳远比赛 哇 你们都好厉害啊 那明天见咯 再见 再见 小军 小军 麦克斯 你好 你是来报名的吗 嗯 但是我还没想好报什么项目呢 那你先看看再决定吧 嗯 赛跑 跳远 跳高 跨栏 这些项目都好难啊 怎么样 想好要报什么了吗 哦 还没有 一会儿我想好了再来吧 哦 麦克斯 要敢在天黑之前报名啊 记住了吗 嗯 哦 我报什么项目好呢 要不我也报名赛跑好了 好嘞 嘿嘿 这个速度 麦克斯 哥哥 哦 你好 看来赛跑是不行了 那要不 试试跳远 看来跳远也不行了 就我这水平要是去报名了 哎 哎 麦克斯 你太重了 你太慢了 就是就是 哎 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 嗯 我跳 嗯 麦克斯 嗯 你报完名了吗 没有 嗯 出什么事了 去工地不是那个方向啊 他要去哪儿啊 好了 把土鸭瓶就好了 嗯 呃 话说回来 麦克斯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就是啊 他说去去就回的 该不会是路上出什么事了吧 嗯 那怎么会呢 没事就好 啊 现在基本上都弄好了 Polly 医疗器械我都检查过了 嗯 安全设施我也已经全部检查过了 哎 太好了 报名已经截止了 大家都辛苦了 哈哈哈 现在 只要等罗伊检查完跑道的状况 赛前的准备工作就算全部就绪了 快来啊 你们快来看 啊 跑道开裂了 情况比较严重 Polly 我们得抓紧时间抢修了 嗯 看来 得重新铺一下柏油才行啊 把这个交给麦克斯来做 怎么样呢 如果是麦克斯的话 肯定会铺得平整又漂亮的 好吧 那我给彼得先生打个电话 哦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彼得先生 啊 麦克斯 麦克斯不是早就回去了吗 哦 什么 您别担心 我们会好好找找的 出什么事了 小薰 出什么事了 小薰 麦克斯他 早晨来报名参加田径比赛 到现在都没回去呢 哇 这么说来 他说过下午会再来的 也没来呢 什么 麦克斯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们还是立刻出动 争取尽快找到麦克斯 是 小薰 嗯 大家分头行动 寻找麦克斯 转动 麦克斯 麦克斯 开普 你看到麦克斯了吗 麦克斯 报名的时候 见过一面 之后就没看见了 是吗 明白了 谢谢你 麦克斯 我看到过 他好像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天黑的时候 我看到他唉声叹气的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 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 大家注意 斯普奇说 他看到麦克斯朝七号路方向去了 好 请立即前往七号路方向 好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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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儿 麦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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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请注意 大家快来东边的山坡吧 我找到麦克斯了 麦克斯 玻璃 麦克斯 你们怎么来了 你才是 你在这里做什么 出什么事了吗 是啊麦克斯 你下午也没来报名 那那那是因为 我没法参加田径比赛 没法参加田径比赛 那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又慢又重的 就算参赛了也会被大家笑话 怎么会呢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麦克斯 我们现在还是赶快回去吧 我不 大家如果问起我报了什么项目 多丢人啊 虽然我也很想报名参加比赛 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准备工作 怎么样 准备工作 任何比赛都不是只有选手参与的 为比赛做些准备工作 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啊 没错 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工作 选手们怎么能放心比赛呢 是啊麦克斯 你就跟我们一起为田径比赛做些准备工作 怎么样 真的 我能行吗 当然了 现在刚好就有需要麦克斯帮忙的事情 什么事啊 可以了 拜托了 麦克斯 放心吧 哇 真是太棒了 多亏了麦克斯 明天可以顺利开赛了 谢谢你麦克斯 能帮上忙 我也很高兴 明天也要拜托你了 嗯 我会尽力的 选手们就紧张地很爱着裁判员一声令驾 好的 他们已经出发了 跳远比赛那边现在会告诉补习选手了 他能否打破纪录呢 漂亮 谢谢纪录代车了 破纪录 麦克斯 整理一下沙坑吧 好的 谢谢你 麦克斯 不客气 彼得先生 你看麦克斯 是啊 他可真威风啊 麦克斯 你好棒吗 虽然我又重又慢 但是我爱这样的自己 安妮的旅行 知道吗 周末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码头 看到机器载着超大的集装箱出海了 就这样 我去游乐园玩了 是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瞧 没见过吧 哇哦 我爸带我去玩具店买的哦 安妮 你周末干嘛啦 我 我 斯库比 你们好啊 来 排好队上车吧 哦 安妮 怎么了 这什么事了 不关斯库比的事 好了 出发咯 安妮 放在这里可以吗 嗯 谢谢你 Polly 不客气 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安妮 早上好 早上好 哦 你要栽花吗 嗯 我想在这里建一个新花坛 安妮 不如这次就让我一个人来种 好吗 小娟 你来栽花 嗯 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超级棒的主意 哦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种吧 哦 不可以 我必须要自己种 安妮 告诉我怎么种吧 我肯定能种好的 嘿嘿 嘿嘿 那好吧小娟 你能种好吧 那当然了 那小娟 你先去挖一些坑 准备好栽花用吧 好的 现在开始挖坑 谢谢你斯库比 路上小心哦 哦 安妮 不回家吗 不回 反正就算回家 爸爸妈妈也都不在 丽莎奶奶不是在家吗 奶奶又不能陪我出去玩 哦 我一想像朋友们一样 到处去逛逛 爸爸妈妈每天都忙 也不带我出去玩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阿妮 今天要不跟我一起去猫头鹰山谷吧 猫头鹰山谷 嗯 那里的风景可美了 是吗 我去我去 那好 两点钟我来接你 一会儿见 嗯 嘿嘿 嘿嘿嘿 啊 坑都挖好了 怎么样 安八 小娟挖得真不错 大小也合适 间距也正好 接下来就该栽花了 栽的时候要小心 注意不要伤到花根 然后再盖上泥土 你自己能行吗 没问题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秘密行动了 在花坛完成之前 不许偷看哦 嘿嘿 知道了 加油啊 小娟 哈 斯科比 嘿嘿 让你久等了 上车吧 安妮 知道了 嘿嘿 坐好了 朝猫头鹰山谷 出发喽 出发 到了安妮 下车吧 小心点哦 哇 好美啊 嘿嘿 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我敢肯定没有多少人 来过这个地方 嗯 真是太美了 嘿嘿 哇 终于猜好了 大家看了肯定会震惊的 喂喂 救援队全体到花坛集合 哇 是救援队的队标 怪不得你说 要自己来种呢 这些都是小娟自己栽种的吗 好漂亮啊 小娟 嘿嘿嘿 这样 才像是属于我们救援队的花坛嘛 小娟 要不要拍张照片留念呢 好主意海莉 嘿嘿 现在我要按下定时器 快来海莉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怎么样 景色是不是美极了呀 嘿嘿嘿 嘿嘿 好漂亮的花啊 是你妈妈给你绣的吗 嗯 妈妈很喜欢这种花 帽子上有 书包上也有 你妈妈绣的真的很用心啊 能看出来你妈妈她一定很疼爱你哦 嘿嘿 才没有 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我很烦吧 什么 怎么会烦你呢 要不然就是不喜欢我 总是不陪我玩 每天很晚才回来 安妮 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才会那样的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哦 还有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你呀 哦 你看那朵花 一眼就能看出来 妈妈为了你 费了很多的心思呢 除了这个 你再想想安妮 想想爸爸妈妈有多么关心你吧 每天晚上睡觉前 爸爸都会亲近我 就是胡子有点扎人 嘿嘿嘿 还有呢 还有一次我发了高烧 妈妈请了假 连夜照顾我呢 嘿嘿 你看 你多幸福啊 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嗯 你说得对 嘿嘿嘿 啊 你看 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花 哦 哪呢 斯库比 等一下哦 哦 危险安妮 快回来 没事的 我采了花就回来 安妮 危险 马上就好了 踩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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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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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啊 斯库比 我在这儿 啊 安妮 你先带着别乱动哦 我马上呼叫救援队 海力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 只可惜没拍到你自己的正面 哦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呃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小娟 不好了 安妮 奶猫头鹰山谷出去了 什么 别担心思不比 我马上派出救援队 海力 你先去看看 安妮现在怎么样了 好东 在那儿呢 安妮 海力 你没事吧 嗯 稍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哦 来了 斯库比 斯库比 哈尼 安妮掉到下面去了 别担心 斯库比 我们会把安妮 安全地救上来的 安巴 准备一下救生蓝 罗伊 准备好吊车 好的 准备好了 霍丽 嗯 罗伊 把救生蓝 慢慢地放下去 好 没问题 可以了 慢慢走上来吧 嗯 没事的 不用害怕 是啊 安妮 慢慢来 没事的 真棒 安妮 真棒 安妮 哎呀 吓死我了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不过安妮 就算是为了摘花 你靠近悬崖边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如果安妮 出了意外 你的爸爸妈妈 会很伤心的 嗯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嗯 对了 我的花 花在我这里呢 谢谢你 我知道不应该摘花 可是 我想送给妈妈 是这样啊 相信银铃花 也会理解 安妮的心情的 幸好 没有伤到花根 回家以后 把它栽到花盆里吧 银铃花 原来这种花 叫银铃花啊 看花的形状 好像叮当作响的 响铃铛啊 还真像啊 那 我们现在也应该回去了 要不然 安妮的爸爸妈妈 该担心了 嗯 今天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安妮 是爸爸妈妈 那我就先回去了 爸爸 妈妈 你怎么这么晚 才回来呀 对不起 妈妈 看这个 哦 是妈妈喜欢你了 安妮能平安到家 真是太好了 都怪我 不要带她去旅行 虽然出了点小事故 你今天带着安妮去旅行 安妮肯定很感谢你吧 是啊 你希望是那样的 你希望是那样吧 斯库比 今天我玩得好开心啊 我也很开心 安妮 好了 小公主 我们回家吧 好的 我就说嘛 爸爸妈妈是爱你的 群宝计 群宝计 一拉罐放左边 玻璃瓶放中间 废纸放右边 啊 嗯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不是藏宝图吗 哦 波斯 波斯体 不去找找看吗 找什么 找宝物啊 你不是拿着藏宝图吗 这个吗 也不知道这张藏宝图是真是假 肯定是真的 不会错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还用问去寻宝啊 一定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波斯体 喂 怎么这么晚 因为要准备很多东西 哎呀 那我们 现在该怎么走啊 嗯 我看看啊 经过一个顶次路 猫头鹰山虎的入口处 应该在那儿 好吧 那我们走吧 嗯 等到我 波斯体 我们得快一点 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 哦 知道了 明天去参加安全夏令营 你们会学到很多知识的 可以学到灭火的方法 还有就是 其他朋友受伤时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 最后一点 明天一定不要忘记带备胎来 是 对了 明天野营时 还会有特别的活动 敬请期待哦 哦 什么活动啊 这是秘密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连着这条路一直走 要是应该就藏在一棵 长得像幽灵的大树下 哪儿呢 哪儿呢 在那儿 等等我 找到了 有了这把黄金钥匙 就可以打开百宝箱了 哇 看来真的有宝物 也许会有黄金座的滚刷呢 你在说什么呢 应该是黄金座的游箱 黄金游箱 凯利尼 要不然把钥匙给我保管吧 为什么 如果钥匙和藏宝图都在你手上 你背着我 自己偷偷去找宝物怎么办 什么 你不会是想把宝物据为己有吧 怎么可能 地图又不在我手上 我怎么知道宝物藏在哪里 好吧 那就把钥匙交给你好了 不过 地图只有我能看 这样才公平对吧 随便你了 现在该怎么走 克利尼 跟我来吧 凯利 这里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 我会收拾好的 奇怪 去哪儿了 凯利 应该快到了 难道不是这里 克利尼 快点 拿出地图来看看吧 好的 你先闭上眼睛 闭上就闭上 颜着山谷一直往前走 经过一棵枯树 再往右走 宝物就在大象形状的石头下 啊 大象形状的石头 就是那块石头 波斯提 波斯提 不是叫你把眼睛闭上的吗 你犯规 宝物在这儿 波斯提 你站住 波斯提 我先到 宝物就是我的了 什么 你站住 呀呼 我的黄金油箱 是我的黄金滚刷 你站住 波斯提 我叫不 快到了 我好了 我的钥匙 过来 快点 你 波斯提 我在这儿呢 哎哟 救救我 伯斯汀 你先等一下 我这就去报警 什么 明天特别活动时要用的东西不见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藏宝图 藏宝图 本来想明天眼影时 跟大家玩寻宝游戏的 海 海力 你说的该不会是放在桌子上的那张 皱皱巴巴的纸吧 嗯 没错 你见过 那个 我以为是垃圾 把它扔掉了 什么 我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像真的特意弄着那样的 怎么办怎么办 对不起 海力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赫利尼被困在猫头鹰山谷的峭壁上了 知道了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场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海力 你先去看一看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 在那儿呢 克里尼 海力 别担心 克里尼 救援队马上就到了 来了 我们在这儿 波丽 别着急 海力 我马上就下去 罗伊 安巴 等我下去以后 把救生篮准备好 好的 克里尼 你再忍一下 我们会把你安全地救上来的 嗯 谢谢 罗伊 把救生篮放下来 没问题 再往下 慢慢地走进来 我好怕 海力 克里尼 有我在这儿扶着呢 你别怕 哎 我不敢动 啊 没事的 克里尼 你不用着急 慢慢地走过来就好了 很好 很好 克里尼 哦 刚才真是太险了 罗伊 慢慢地拉上去吧 好的 什么 你们想去寻宝 就这个 哦 这不是我的藏宝图吗 哦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为了跟三个淘气包玩寻宝的游戏特意做的藏宝图 你说什么 这么说不是假的喽 我的黄金油箱 我的黄金棍树 你们也别太失望 真的会有宝物的 真的吗 你们看 哦 这不是相册吗 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们小镇的珍贵回忆 哇 好棒啊 这张是才一比赛的时候 这张是田径比赛的时候 还有这张 是我们 为什么用这个当宝物呢 意思就是我们的小镇就是最珍贵的宝物吧 嗯 果然安巴就是聪明啊 是啊 他居然能想到为大家准备一份相册 这个宝物可真棒 海力 我们两个就只想着要把宝物占为己有 真是丢脸哦 是啊 不过 你们先别把这个告诉三个淘气包 明天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好的 我们一定会保密的 哎 藏宝图总算是失而复得了 真是太好了 嘿嘿 海里的朋友 这个螺栓对不上号啊 早上好 早上好 你在做什么呢 那么认真 啊 前望尽 一种勘探设备 哇 看起来好厉害啊 嗯 可是 有点问题了 我这些原料都是用废物改造成的 看来还差一些零部件呢 啊 嘿嘿 别灰心 我会帮你私下找找能派的上用场的部件的 真的吗 谢谢你 海力 哦 对了 怎么没看到罗伊啊 哦 她去码头检查消防设备去了 临走的时候还说要顺路去看望一下马林 哈哈哈哈 明明 可别闹了 我知道你在那儿 快出来吧 叮 叮 马林 叮 叮 你好 罗伊 这次航海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你来得正好 介绍个新朋友 跟你认识一下 朋友 在哪儿 明明 出来吧 认识一下罗伊 哇 是海豚呐 咪 明明 没事的 出来吧 看来她不喜欢我 她是因为害羞 记得吗 我和你说过会唱歌的海豚 好想听听她的歌声啊 可以让救援队的朋友们也见见明明吗 当然可以了 哇 好可爱啊 咪 你好 我叫安巴 我叫Polly 我是小娟 我叫海莉 咪 哦 她藏起来了 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的陌生人 她一定是害怕了 熟悉了之后 她还会唱歌给你听呢 是吗 咪咪 我们做朋友吧 咪 哦 好凉 哦 对不起 明明 我不是故意 要吓到你的 呃 明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呃 呃 小娟 海莉 我给你找了一些灵不见来 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哇 海莉 太谢谢你了 这些应该都用得上的 那就好 我回来了 波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在忙什么呢 我的前望镜马上就要完成了 海莉帮我找了一些很有用的灵不见呢 让海莉帮忙找东西准没错 没错 海莉 等我做好了 我会让你第一个用的 那我就可以用前望镜先去看看明明 明明 嗯 她总是朝我喷水 我没办法靠近她 哎 莫非明明不喜欢我吗 应该不会的 明明之所以喷水 只是因为她要呼吸呀 没错 海豚跟鱼类可不一样 明明不能在水里呼吸 当她换气的时候 就会喷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她熟悉起来呢 顺其自然吧 认识久了就熟了 是啊 海莉 耐心一点吧 哦 我好想快点听到明明的歌声啊 呃 睡得好香啊 明明 睡得好吗 嗯 明明 明明 你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吗 明明 前望镜终于做好了 哇 好棒啊 海莉 你先来试试看 真的吗 哦 哇 好清楚啊 嘿嘿 嘿嘿 哦 哦 还可以调节高度 好方便啊 嘿嘿 小绝 真厉害 过奖啦 哦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绝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玛琳 明明 好像生病了 什么 明明生病了 哦 我们得送她去医院看看 你们能帮帮忙吗 当然了 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 啊 clair啊 啊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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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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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ונí啊 坚持住 救援队马上就到了 咪 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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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 你们来了 明明她 沉到海底去了 什么 我怎么找 也找不到她 我们得快点找到她 不然明明会出事的 别担心马铃 我们一定会帮助明明的 破莉 我们用潜望镜吧 有了潜望镜 应该可以找到明明的准确位置了 好的 那你回去 取潜望镜过来吧 嗯 大家 在海力回来之前 做好救援准备 好的 好的 好了 洛伊 嗯 我回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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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它靠在海底下面的岩石上 好的 你确定一下准确的位置 好的 咪咪 可以了 布里 罗伊 罗伊 降下救生箱 好的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 好了 咪咪咪 哦 明明好像不想进救生箱 什么 他可能是在害怕 明明要是不敢进去该怎么办 明明 别害怕 我们是想帮助你啊 是啊 明明 快进去吧 相信我们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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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吧 明明 明明 求你了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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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吧 進去啦 明明 明明 進去啦 啊 明明 好 那我行动了 馬林 我們會把明明 安全地送到醫院去的 太謝謝你們了 洛伊 那就麻煩你了 別擔心 好了 我們出發吧 嗯 終於又見到明明了 明明 你沒事就好 明明明 多虧了你們 明明 現在才能恢復健康 居然往海裡扔垃圾 真是太過分了 是啊 大海裡 生活著許多像明明一样的朋友呢 現在有了這個警示牌 希望以後不會有人往海裡扔垃圾了 對 我們也會提醒鎮上的軍民們 以後注意的 要讓大家愛惜大海 多謝啦 明明 明 不要再生病了 明明 明明開始唱歌啦 哇 這麼說來 我們是明明的朋友啦 明明 嗯 嗯 可是馬鈴 明明的歌好像有點奇怪呀 這哪是有點奇怪呀 這也唱得太難聽了吧 你們就聽一會兒 已經算是運氣不錯的了 我在海上航行時 得聽一路呢 什麼 威樂先生的心意 站在這裡可以嗎 嗯 看這兒 小君 看得清楚嗎 嗯 很清楚 我們回來了 回來了 海莉 照相機不是壞了嗎 已經修好了 別提了 她總是催我 讓我快點幫她修好 前兩天都不能拍照 簡直無聊死了 羅伊 要不要來一張 哈哈 我就算了 你也看到了 我得去洗洗車了 我看 你還是去拍鎮上的居民吧 是啊海莉 他們肯定會很喜歡的 哇 哇 這個主意不錯啊 我現在就去找他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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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米妮 謝謝威樂爺爺 嗯 嘿嘿 爺爺 我可以去和朋友們玩一會兒嗎 可以啊 爺爺再見 嗯 哎呀 看到你們 我就想起了我的孫女了 是嗎 好久沒見了吧 讓她有空也來看看你吧 能見面就好了 貝蒂住在大洋彼岸很遠的國家 難能回來一趟 我得看店又去不了 你也別太難過了呀 總有一天會見面的 那麼現在我也該回去了 好的 慢走啊 貝蒂應該長高了吧 您好 您好 霍斯蒂 有什麼事嗎 有您的快遞 那我先走了 好 路上小心 哦 原來是貝蒂寄來的 哦 還有一封信 讓我來看看 寫給親愛的爺爺 爺爺 我好想你啊 媽媽跟我說 只要有這台電腦 我和爺爺就可以看著對方說話了 這個叫做視頻通話 所以現在我和爺爺隨時都可以見面了 這是真的嗎 哎 可是怎麼這麼多按鈕啊 哎呀呀呀呀 這個到底該怎麼用呢 您好 威勒先生 海莉啊 你來了 哎呀 怎麼用啊 我現在正在給咱們鎮上的居民拍照呢 您要不要也來一張啊 拍照 哎呀 我就不必了 你能幫我看看這個嗎 哦 哪來的電腦 這是貝蒂寄來的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東西該怎麼用啊 小娟應該懂這個吧 讓她來幫您看看吧 啊 是嗎 可以用了 這是打開電腦的電源鍵 嗯 好神奇啊 然後呢 把箭頭對準這裡 連續按兩下 就可以視頻通話了 我想明白了嗎 哦 按這個按鈕就開機了 點擊這裡就可以視頻通話了 學得真快 要不現在就跟貝蒂通個電話吧 哈哈哈哈 說得對 可是 她那裡現在是深夜 應該睡著了 晚點再打吧 呵呵 那把電腦關掉吧 關電腦的時候 要將箭頭對準關機的圖標 按一下就行了 威勒先生 您試試看 呃 就是說 關機的時候 將箭頭對準這裡 很容易嘛 呵呵呵 不過呢 有一點您一定要記住 因為這台電腦是外國製造的 所以插頭一定要插在變壓器上 才能安全地使用 呃 我知道了 哎呀 這個東西好複雜呀 如果你忘記怎麼使用它了 請隨時聯繫我 你不用再擔心了 我都已經記住了 謝啦 呵呵呵 威勒先生 有電腦了嗎 是啊 說是貝蒂小何爺爺視頻通話 我剛才已經告訴他 應該怎麼樣使用電腦了 電腦對初學者應該不容易 她没觉得难吗 嗯 一想到能和贝蒂视频通话 她学得可用心了 那她们通上话了吗 嗯 还没有呢 她说因为有时差 所以要等到晚上再通话 嗯 时间到了 嗯 嗯 贝蒂啊 好的好的 我们在电脑上聊吧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嗯 让我看看按这个开机 哎 怎么回事啊 哎呦 对了对了 哎呀 忘记插上电源了 这下行了 哎 哎 怎么回事啊 哎呀 糟了 应该插在变压器上的 得马上把它拔掉 哎呀呀呀 好烫好烫啊 哎呀 找火啦 威勒先生现在应该是在视频通话吧 嗯 上次见到贝蒂还是小时候呢 他一定很开心吧 啊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威勒先生 跟贝蒂视频通话开心吗 哎 小娟呢 不好了 我们店里着火了 着火了 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 引起了火灾 威勒先生 店里很危险 您先到外面去 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的 啊 我在这儿呢 威乐先生 威乐先生 这里很危险 请您 闲退到安全地带 躲避一下吧 安巴 照顾好威乐先生 好的 海力 你负责控制现场 罗伊和我 一起进去救火 好的 威乐先生 罗伊会尽快扑灭大火的 我们先走吧 好吧 我的电脑 这下完了 Holly 我看要先切断电源 找到了 好了 罗伊 好的 我孙女给我寄来的电脑 幸好火势 不算很大 很快就扑灭了 可是 电脑好像被烧坏了 都是我太粗心大意的错 贝蒂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您也别太上心了 只要您平安无事就好 贝蒂也会理解的 是啊 威乐先生 振作一点 振作起来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只是 贝蒂 说他很想见我 哎 哎 威乐先生 要不给贝蒂 寄张照片怎么样 照片 对 让照片送去您对他的问候 有了照片 贝蒂也就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您了 这个主意不错呀 好主意 我来帮您拍照吧 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威乐先生 准备好了吗 怎么样 哇 威乐先生好帅 来 我们拍照吧 茄子 茄子 很好 再来个帅气的姿势 真不错 简直像个时装模特 可不是吗 哈哈 好了 可以了 照片拍得真漂亮啊 确实是很漂亮 谢谢你了 多亏了 模特好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 寄给贝蒂就可以了 能不能让贝蒂快点收到照片呢 哦 Polly 要不然交给玛琳吧 玛琳说她今天要启航 去大洋彼岸呢 对呀 这样贝蒂很快就能收到了 好吧 去找玛琳吧 玛琳 放好了 玛琳 拜托你了 请务必帮我转交给贝蒂 放心吧 威乐先生 回来时 我会带上贝蒂的口信的 那么 我该起航咯 谢谢你啊 走好玛琳 亲爱的贝蒂 爷爷好想你了 有时间来布鲁姆斯镇玩吧 这里有很棒的救援队的朋友 等着你呢 爷爷爱你 垃圾事件 怎么回事 怎么都没有分类啊 最近大家怎么都不遵守分类法呢 都装不下了 还是先把这些送回去 一会儿再来一趟吧 我不会儿再来 咳一会儿再去 可能是坏了吧 这个一会儿再弄吧 还是快去打扫完镇上的卫生吧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谢谢你海力 不客气 克力尼来了 你好克力尼 你们好 要带走的就是这些吗 嗯 今天的废品有点多 没关系 那我先走了 辛苦了 克力尼 怎么都掉出来了 这个箱子也太不结实了 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这里 克力尼自己会看着处理的 我们去忙别的吧 好的 好多啊 这要搬到什么时候啊 肯定又要忙半天了 终于搬完了 还是尽快整理好不 你拉罐放这边 玻璃瓶放这边 玻璃瓶放这边 废纸放这边 era 更 外面有人吗 谁来救救我呀 早上好 早上好 霍丽 再见 广场怎么这么脏啊 难道克里尼还没来吗 这个时间 他应该来打扫广场了 克里尼还没来呀 小隽 你是在等人吗 是啊 克里尼到现在都还没来取走垃圾呢 我有点担心了就出来等 他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呢 是吗 什么 克里尼也没有来过这里吗 嗯 以前他可从来没有迟到过呢 这个时间他应该再打扫广场的卫生吧 我刚刚从广场那边巡逻回来 没有看到克里尼 而且广场也没有打扫过 难道克里尼该不会谁出什么事了吧 这个吗 他会出什么事呢 别担心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 克里尼 克里尼 去哪儿了 哇 天哪 这里的垃圾快堆成山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克里尼 好 谢谢你海灵 到底出什么事了 小心海灵 我踩到万能浇了 完全被粘住了 快来帮帮我 我也被粘住了海灵 呃 呃 是是吗 你看 都让你小心点了 呃 呃 看来我们得找人来帮忙了 海灵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消息吗 嗯 还没有呢 呃 海灵 你们见到克里尼了吗 见是见到了 可是克里尼和我都动不了了 这是 怎么回事 哎呀 说来话长啊 还是快来帮帮我们吧 好的 海灵 我们马上就出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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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艾莉 都说我害了你 哎 没事的 我来了 可里尼 呃 克里尼 海灵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看看吧 我们两个都被万能胶给粘住了 一动也动不了了 就是因为这个 克里尼今天才没有办法出去打扫卫生啊 嗯 快来帮帮我们吧 别担心 我马上救出你们 现在动动试试看 弄点了 哟哟 哇 终于自由了 谢谢你安巴 不客气 话说回来 克里尼 你真的打算自己一个人来给这么多的垃圾进行分类吗 嗯 是因为机器出故障了 才积压了这么多 是这样啊 别担心克里尼 我们来帮你吧 真的吗 当然啦 谢谢你们 啊 叫布鲁姆斯镇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吧 大家都来帮忙 肯定很快就能整理好的 这个主意 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那我去把大家都找来 你们看 我们来了 快来吧 大家好 哇 来了这么多人 真是太感谢了 别客气 克里尼 这段时间你这么辛苦 我们都不知道呢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就来帮你 好吧 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 那我们就开始整理吧 瓶子放在这儿 一拉罐放在这儿 好了 邓婆 呃 啊 这样子都整理完了吧 哇 今天真是太感谢大家了 不客气 不过 真是没想到我们扔了这么多的垃圾啊 可不是嘛 看来以后大家得尽量少扔垃圾了 还有一点 扔的时候也得多注意 有些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没错 如果大家能少扔垃圾循环利用的话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如果那样布鲁姆斯镇就会更加美丽了 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好的 多亏了克里尼 今天我们都学会了很多东西 对了 你是说机器坏了吗 一会儿我就帮你把它修好吧 真的 当然了 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小军 要不你制造一台可以对任何东西进行分类的机器吧 那样我们就可以随便扔垃圾了 布鲁诺 刚才的话你都白听了是吗 开个玩笑嘛 什么 去个布鲁诺 布鲁诺的新球 我回来了 辛苦了 海力 镇上情况怎么样 因为昨晚的暴雨 镇上到处都有灾情 受灾的情况很严重吗 我们一边看录像一边说吧 你们看 昨晚的大水尸退下了 但桥都被冲毁了 滨海路的隧道口由于山体滑坡 目前无法通行 邮局前面的马路也需要修整一下了 看来形势还是挺严峻的 嗯 我们得抓紧时间进行抢修了 好的 我去联系彼得先生 请他整修好邮局前面的马路 剩下的就辛苦大家了 你好布鲁诺 你们好 对了 你们看 我的宝贝 黄金超级球 比普通的超级球弹了要好 而且还闪闪发光呢 好酷啊 给我们玩一会儿吧 嗯 不行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布鲁诺 就一会儿 不行 那换了怎么办啊 那你干嘛要拿出来炫耀啊 就是 一 二 布鲁诺 吓死我了 彼得先生 唉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吗 不准在工地上踢球 对不起 彼得先生 我马上就收起来 你这样谁都找不到了 乖乖藏起来 黄金超级球 乖乖藏起来 黄金超级球 乖乖藏起来 黄金超级球 海力 还没好吗 马上就好 呼噜噜 是 你过来一下 好 有什么事吗 彼得先生 麻烦你跟着我去一趟邮局吧 因为昨天晚上的暴雨 那里的马路出问题了 我们还是赶紧赶过去看看实际情况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走 当婆 我出去了 布鲁诺 路上小心 麦克斯 我们也休息一会吧 嘿嘿 那我们玩一会儿球吧 在工地上踢球多危险啊 会被彼得先生骂的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球啊 嗯 跟你说 我知道布鲁诺的球在哪儿 是吗 藏哪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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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布鲁诺 多亏了你 没一会儿就收拾好了 嘿嘿 没什么 那我去找米奇 让他帮我浇灌混凝土 你呢 就先回工地去 跟其他人一起等着我吧 好的 彼得先生 要直接回工地哦 不许再跑去玩球了 好 糟了 赶快把球追回来 哇 谁的球啊 这么脏 还是我的球好 是邓普和波克 麦克斯 都去干嘛啊 麦克斯 布鲁诺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球跑掉了 我们要去捡球 球 谁的球啊 这 这个 对不起 布鲁诺 是你的 什么 我的黄金超气球 不要啊 黄金超气球 布鲁诺 快回来 布鲁诺 给我站住 怎么办啊 我的球 我才够玩了一次而已啊 布鲁诺 真的对不起 球丢了 都怪你们 陪我瞧 我有个好主意啊 什么主意啊 那个球 是我好不容易才埋到的 你听我说 这条小溪通往枫塘大桥那边 我知道一条近路 我们先到那个地方等着 等球飘来了再捡起来 是吗 当然了 快走吧 哪有球飘来啊 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你们看 球飘过来了 在哪儿 我的球 拿到了 不要啊 我的球 谢谢你 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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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波克会有危险的 我们现在还是马上报警吧 抢修工作怎么样了 枫塘大桥那边 短期内还是禁止通行比较好 大桥和垂吊台 都已经有些松动了 滨海路隧道口的碎石 已经清理了 交通也已经恢复了 好的 大家辛苦了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不好了 波克掉进 风塘大桥的河里去了 你说什么 不赶快救他 他会飘到大海里面去的 知道了 我马上派出救援队 凯莉 波克应该朝吊桥那边飘去了 你先过去 找到他的位置 一定要在他飘到海里之前 找到他 好的 波克 在哪儿呢 找到了 波克 没事吧 波克 找到波克了 你们快来 波克正朝入海口飘去 好的 大家抓紧时间 好了 别担心波克 你这样不会沉下去的 哎呀 哎呀 怎么还不来 哎呀 怎么还不来 哎呀 飘 卢伊 你先到对面去 拉住波克 我和安巴在这边接应 好的 波克 别害怕 波克 火力 快点 马上就到 动手 波克 罗伊 为了防止它飘走 你把它拉过去 好的 波克 波克 你没出事就好 波克 我说波克 靠近涨满水的河边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件事都怪我 都是因为我当初提议 要拿布鲁诺的球玩 不对 都是我 就是这道炫耀 不让你们玩 对不起大家 没关系 好了 现在我们也该回去了 否则彼得先生会担心的 对 彼得先生 对了 波克 我说 把球还给我好吗 不行 在回到镇上之前 这个球由我来保管 那怎么行啊 波克 哪怕它离开我一会儿 我都会不放心的 不行 波克 都说不行了 波克 不行 波克 水晶球的诱惑 哎 哪里去了 怎么办 可千万不能丢了呀 你好 米妮 你好 泡力哥哥 米妮 你在找什么呀 我丢了我的蝴蝶结 那可是爷爷送我的礼物 这样啊 那我也帮着你找一找吧 找到的话马上给你送过去 谢谢 那不是威乐先生吗 匆匆忙忙的 是要到哪儿去啊 快看 那是什么 这叫威井观水晶球 是贝蒂寄来的 他为了送我这个礼物啊 他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呢 他很懂事吧 哦 是很懂事 但是要说为我着想 我们家的米妮可不会输的 就算是这样 你也比不过我们的贝蒂 你还记得贝蒂给我寄过一台电脑吗 记得就是火灾中烧坏的那台 什么 我家米妮可是帮忙给我做了一副眼镜啊 就是摔碎的那副对吗 你这家伙 开玩笑的 玩笑 哦 对了 克利尼预约了要来换轮胎的 我都给忘了 我先回去了啊 一起走吧 我也得出去一趟 嗯 好 走吧 嗯哼 哦 这里也没有发现异常 现在可以回去了 哦 嗯 这是 蝴蝶结 是谁丢的呢 先把它带回中心再说吧 嘿 我回来了 哪里边站起来巴 啊 rh ノ 是水晶球 真漂亮 哦 嗯 这是什么 回来的路上捡的 想让大家帮忙找找主人 是谁的猫 不清楚 應該是具在什么地方做装饰的吧 嗯 我回来了 辛苦了 波莉 波莉 这是巡查室捡到的 你知道是谁的东西吗 哦 是蝴蝶结啊 你在哪里捡到的 在马斯提爷爷家附近 这样啊 那应该就是米尼的蝴蝶结吧 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米尼 她说她把蝴蝶结给弄丢了 是吗 那我赶紧找她去确认一下吧 谢谢威勒先生 我先走了 好的 慢走啊 那让我再看看我的水晶球 包里怎么是空的 肯定是忘在马斯提家了 我得赶紧去看看 好漂亮 马斯提 马斯提在家吗 威勒爷爷 我爷爷还没回来呢 是吗 米尼 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微景观啊 那是什么呀 一个玻璃的空心球 里面还飘着雪花 我 我没看到 是吗 看来不是落在这里了 我怎么记不清楚了呢 难道是我走得匆忙 半路上掉出来了 哎呀 看来是这样啊 米尼啊 那我先走了 好 怎么办 我得为了爷爷说谎了 你好 米尼 你好 你干嘛那么吃惊 没什么 米尼 真的有件让你吃惊的事 是你的吧 蝴蝶姐 你在哪里找到的呀 在你家门口的路上 好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是爷爷送我的礼物 弄丢了 我一直很难过呢 这样啊 能找到真是太好了 下回可别再弄丢了哦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海里丢哥 真的是米尼的 嗯 跟玻璃的猜测一样是米尼的 蝴蝶姐弄丢了以后她找了好久呢 看来米尼很喜欢她啊 毕竟那是马斯蒂爷爷给她的礼物 总之 米尼找到了她喜爱的蝴蝶姐 真是太好了 哎呀 在哪儿啊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 哎 难道 是不是滚到工地上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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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哎 不是 也是啊 怎么可能掉到这里呢 帮帮我 这里有人吗 这里有人吗 好漂亮 哎 真想把她留在家里 不过 威乐爷爷找不到她也会伤心的吧 决定了 我要马上还给她 帮帮帮 有没有人呐 是谁在说话 有没有人呐 是威乐爷爷的声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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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爷爷 米尼啊 我腿受伤了动不了了 你去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 知道了 你稍等一下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薰姐姐 小薰姐姐 威乐爷爷出事了 什么 点滴呼叫 点滴呼叫 威乐先生调到苹果街的工地地下了 请全体队员马上赶赴现场 是 小薰 威乐爷爷 哦 哎哟 米尼 在这边 威乐先生 我感觉伤到骨头了 动不了了 很疼 您待在那里不要动 我们几个马上就下来救您 安巴 我们赶紧下去 做一下应急处理 嗯 玻璃 出口在那边 好 我和安巴去做应急处理 罗伊和海莉做好救援准备 知道了 我和安巴赶紧下来救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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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我和安巴赶紧下来救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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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玻璃 好 罗伊 这里准备好了 知道了 好了 慢点往上拽 好的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玻璃先生 要不是为了找这个东西东奔西跑的 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都是我的错 刚才就应该把这个还给您的 但是太漂亮了 所以随口就砸了个黄 没关系 米尼 要是捡到东西 主人又不在 谁都会产生思念的 对啊 重要的是 米尼能知错就改 又把东西还回来了 没错 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就是就是 不管怎么样 米尼啊 谢谢你把球还给了我 不用谢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安巴 现在把威勒先生送到医院吧 知道了 您躺稳了 谢谢大家 不用客气 好 我们出发吧 我们走了 路上小心 回来 爷爷 你要早点好起来哦 你在哪里 小娟 打打打打打 看 这是什么 和小娟一起体验大自然 嗯 顾名思义 是跟我一起去森林接触自然的活动 哇 真是一个好主意啊 没错 对孩子们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会在救援中心留守 你就放心的去吧 小娟 好 就知道你们会支持我的 海力 你去镇上各地张贴一下海报 这个没问题 交给我吧 哇 孩子们肯定会非常喜欢 凡是想要参加的孩子 我们都欢迎 你也帮我们宣传一下 知道了 等到放学 我会全部都知道的 谢谢你 地图 指南针 提灯 绳子 对讲机 准备齐了 真完美 明天孩子们肯定会蜂拥而至的 晚上睡不着觉了 一 二 三 这你们几个吗 是呀 怎么会 这个 提姆和汤姆说要看电视 赛姆和约翰 肖恩 艾利 他们说要玩电脑游戏 我本来也想玩游戏来着 但是电脑坏了 什么 这活动可要比电脑游戏更有趣多了 离不上电脑游戏也无所谓了 只要别让我们太无聊就行 别担心 肯定让你们不舍得回来 安妮 玛丽 还有安迪 让我们出发吧 好 小军 不用再确认一遍 看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吗 别担心 都准备齐了 我们走了 玩得开心 小军 好了 出发喽 一路平安 到目的地了 斯库比 那你五点再来接我们吧 知道了 那一会儿见 祝你们玩得开心 再见 斯库比 好 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 好 树林的路不好走 还有凶恶的动物 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啊 要注意哦 好 我之前来过这里 真的 嗯 哦 安迪 不要走太远 知道了 姐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要在沿途做一下记号 这样一来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 哇 真厉害 哼 这只不过是救援队员的诚实罢了 哦 安迪 你很懂吗 这没什么 哦 哦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蕨菜吗 蕨菜 叶子卷卷的 样子很可爱吧 这种植物在恐龙之前就有了 恐龙 啊 真是太神奇了 神奇吧 安迪 也就那么回事 好 那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呢 凤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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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过了这条小河 就到了凤蝶集中的地方了 在那里 凤蝶聚居繁衍 产卵生兴 啊 安迪 小心点 啊 会不会摔坏了哟 啊 没关系 没有任何异常 嘿嘿 走吧 走吧 好 走 看 好恶心啊 这就是凤蝶的幼虫 蝴蝶在树上产卵之后 先成为幼虫 接着呢 嗯 啊 再成为这样的 有 蝴蝶就是从这里变出来的 这种东西能变成蝴蝶吗 是啊 神奇吧 太神奇了 啊 哦 哦 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 啊 我们先去那里 躲躲雨怎么样 好 这雨看来暂时不会停了 好 这样下去 水涨上来 就会把桥淹没了的 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 哦 哦 出库家了 姐姐 啊 是不是刚才 破壳的时候摔坏的哟 啊 不是 别担心 那 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等雨停了再走 好 怎么突然下起真雨了 小娟和孩子们没事吧 嗯 我觉得最好跟小娟联系一下吧 我呼叫一下她吧 小娟 哦 小娟 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娟 没有应答 是不是小娟他们出什么事了 对啊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不上了呢 嗯 感觉不妙啊 好 我们马上去树林里看看 知道了 嗯 Come 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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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姐姐 都是因为我 不怪你 是我自己手滑 回去修修就好了 我们现在回不了家了吗 怎么可能 别担心 救援队肯定会来找我们的 真的吗 当然了 那我们边唱歌 边等他们吧 好 没问题 我先唱一首吧 你既然要唱歌 你不是五音不前吗 怎么可能 我唱歌很好听的 小娟经过的地方 肯定会留下记号的 找到了 在这边 好 走 这边 这附近就找不到记号了 哪里传来的声音 好像是从河队岸传来的 走吧 我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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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扇一扇两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哇 呵 不错嘛 唱得很棒 玛丽 小娟 我 小娟 我来了 我 我 来了 我们在这儿 小娟 看吧 她们来接我们了 是 玛丽真勇敢 我不敢 别害怕 安迪 我们一定会保证你平安无事的 就当做荡秋千好了 对呀 我刚才觉得可好玩了 一点也不可怕 我来咯 表现很棒 安迪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我应该提前仔细查询一下天气预报的 我真不配当一名救援队队员 才不是呢 有了你的带领 大家才会平安无事啊 对呀 出了状况也没有慌张 等待我们来救援 也没有冒险去汤涨水的河 还沿途做了标记 只有你这样优秀的救援队员才能做到这些 没错 姐姐 而且这次真的很有意思 你玩电脑游戏要好玩多了 对呀 我们下次还要来 到时候带着其他人一起来吧 真的吗 谢谢你们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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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气了 姐姐快松手啊 波克的秘密 这可怎么办呢 彼得先生 您好 彼得先生 您好 彼得先生 你们好啊 彼得先生 您有什么烦心事吗 这个嘛 我们得进行道路施工 但是你们也看见了 这棵树挡在这里 这挺让人头疼的 您看这样好不好 怎样 我们把这棵树挪到适合它生长的好地方 是啊 但是这么大的一棵树 你们要怎么挪呢 这个嘛 您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去找个合适的地方 那太好了 是啊 真是谢谢你们了 不用客气 你们要挪树 彼得先生计划要修建一条新路 可是路中间呢 正好有一棵树 那棵树又大又漂亮 如果能给他找个新家 会是很好的休息场所 这个计划真是不错 要是成功了 既能保护树 又不会影响彼得先生施工 那我去给大树 找个安家的好地方吧 从这里开始挖吧 工地上竟然还有花啊 诺诺 快帮帮我 好的 伯克 伯克 你替我挖一下那里吧 再来一点 差不多了 伯克 你去哪儿啊 伯克 这里怎么样 很不错 很不错啊 光照很好 土壤也不错 真是太适合树木生长了 再放一张长椅就更完美了 没错 这里肯定会成为休息的好地方 那就把树移栽到这里 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吧 好啊 好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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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 伯克 谢谢你 再见了 大叔 特里 辛苦你了 放心吧 放心吧 Port里 我们也出发吧 嗯 快看 伯克 伯克 他又跑出去了 你什么 好 这次 我一定要弄清楚 他去干什么 我出去啦 到底要去哪儿啊 这次 差点被发现啊 我干丢了 我觉得放在那里不错 知道了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罗伊 你来给叔浇点水吧 好的 什么 跟丢了 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 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 我来了 你回来了 李德先生 我说 伯克上哪儿去了 刚才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是吗 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 好 伯克 你在这里啊 伯克 你在这儿干嘛 真是太巧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 好 把这里修一下 然后安装上路灯 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这个地方 伯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给凳铺装上 迈克斯负责把道路碾平 知道了 就是挖这里对吗 对 伯克 我跟去看看 这回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克 站住 伯克 您要去哪儿啊 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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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闪开 让开 全部不小心 伯克 伯克 你没事吧 稍等一会儿 我去叫救援队 大树找到了新家 真是太好了 多亏了特里运送得很小心 才能将树移栽成功啊 环境也非常不错 一定很适合树木的生长 那要感谢海莉给大树找了一个好地方啊 真是太好了 大树也找到了新家了 彼得先生也可以继续进行施工了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伯克出事了 他在12号道路三叉路口摔倒了 什么 路上车来车往太危险了 别着急 布鲁诺 我马上派出救援队 海莉 你先去现场实施交通管制 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布鲁诺 布鲁诺 海莉 你们稍微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没事吧 布鲁诺 来了 这边这边 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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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伊 我们把布鲁诺扶起来 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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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特里 别紧张 布鲁诺 我就是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受伤 布鲁诺 布鲁诺 安巴 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嗯 我再仔细地给它检查一下 布鲁诺怎么样了 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 它蜷缩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布鲁诺 恐怕我们要把它送到总部 做一下全身的检查了 嗯 波克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把你带到总部去 嗯 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诶 是一株花 波克的车禅里有株花 有株花 啊 这不是工地的那株花吗 难道说 你就是为了保护这株花才这样的吗 嗯 原来如此 终于揭开秘密了 揭开秘密 揭开秘密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那棵花啊 真漂亮 嗯嗯 波克 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 就是啊 就是啊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 嗯 现在一看 花和树在一起 真是相得一张啊 嗯 看上去非常和谐 就像我们 还有我呢 还有我 对啊 和你们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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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奇怪的司库笔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布鲁姆斯镇的大扫除日 所以救援队总部也要重新刷漆 扭劳大家帮忙了 没问题 那大家确定一下分工吧 我要去刷屋顶 我刷窗户 那我和罗伊两个人负责刷屋墙吧 好 好啊 那我来刷总部的出入口 大家好像都订好了 我们开始行动吧 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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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诺 帮我推一下梯子 好的 彼得先生 布鲁诺 你倒是轻一点啊 哈哈哈哈 对不起 都不是说给你们 怎么办 孩子们见我这个样子 一定会取笑我的 Scooby 你好 彼得先生 你好 布鲁诺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经过刚刷过的建筑物底下 没想到 我被撒了一层土料 看来我们靠近刷漆的建筑物时 得格外小心 没错 您刚才在刷漆吗 那您能用黄色的漆 帮我刷一下身上的白点吗 这可难办了 我们这里没有黄色的漆啊 那该怎么办啊 顶着大花莲怎么见人呢 啊 不如把全身都刷成白色不就好了吗 把丝库比全身都刷成白色 行啊 那就这么办吧 那样总比大花莲可强多了 嗯 嗯 好的 那我们试试看吧 哎呀 哎呀 耍完了 让我们瞧瞧 啊 好看吗 那个 哎 真是太棒了 斯库比 真的 我真高兴啊 谢谢你们 彼得先生 布鲁诺 那我先走了 哎呀 哎呀 这样能行吗 应该能行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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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刷好了 我这边也刷完了 我也完成了 哇 总不就像换了新衣服一样太干净了 海莉 进度怎么样 我也刷完了 啊 抱歉吧 涂料撒到你身上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海莉 你身上的涂料比我的还多呢 我吗 啊 怎么搞的都成了大花脸了 我们也是大花脸海莉 可不是嘛 大家别担心 我会让你们变回原来的样子的 刷好了 哇 我比原来更干净了 谢谢你了小娟 不用客气 好了 该罗伊了 好 我马上把你刷干净 辛苦你了 哈哈 啦啦啦啦啦 我是斯库比 我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 嘿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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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轮到安巴啦 小娟 那是红色涂料 没错 但是需要用红色来调成粉色 看好了 把白色和红色混在一起 啊 你看 变成粉色了吧 哇 真的啊 那开始吧 嘿嘿嘿 嘿嘿 她刷好了 谢谢你小娟 下面轮到我了 嘿嘿嘿 嘿嘿 凯莉需要刷成绿色的 哦 黄色里面 稍微添一点蓝色就行了 哈哈 好啦 那开始刷啦 嘿嘿 哦 哦 涂料用完了 哦 黄色的涂料也没有了 哦 什么 我还没有刷完呢 就是呢 别担心 我给油漆店打个电话订货就行了 哦 什么 知道了 那请您只要有货的时候就通知我 啊 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 海莉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好多人买黄色涂料 上店里也没有货了 哦 啊 那我怎么办呢 看来得等到明天他们进货了 明天 那我就这副样子去接上巡逻吗 啊 我不要 我不要 是啊 这个 来了 Scoopy 你们好 Scoopy 你怎么变这样啊 刚才被白色涂料弄脏了 没有办法 干脆全刷成白色的了 好看吗 好奇怪 幽灵一样 什么 幽灵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真的吗 我马上去拿 谢谢您 哦 海莉 怎么了 这是说黄色涂料到货了 真的吗 嗯 嗯 刚才来电话说让我去娶呢 你不用担心自己见不得人了 万岁 我现在马上就去 嘿嘿 竟然说我是幽灵 我的样子有那么奇怪吗 我还是看看吧 好可怕啊 果然像幽灵一样 怎么办啊 当初就不该刷成白色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找到黄色的涂料才行 轮胎被石头夹住了 怎么办啊 谁来帮帮我 终于买到黄颜色的涂料了 赶紧回去刷一下 帮帮我 帮帮我 谁啊 司库比 海力 天哪 你这是怎么搞的 找到黄颜色的涂料了吗 海力肯定很高兴吧 她现在肯定正哼着小曲往回赶呢 是海力 海力 怎么了 司库比掉进邮局附近的小溪里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场 好的 等等我 司库比 司库比 司库比怎么变成一身白了 怎么回事海力 说来话吵 还是赶紧过来帮一下司库比吧 知道了海力 我们马上出发 你稍等一会儿 司库比 救援队马上就到 来了 来了 司库比 海力 我的后轮被石头夹住了 都不了了 别担心 司库比 我们会帮助你的 伙伴们 帮忙查看一下司库比的后轮 海力 是这边 我清理一下石头 好了 好了吗 安拔 看起来 我们得把司库比 整个抬出去才行啊 这边的石头太多了 罗伊 我们一起把司库比 抬到岸上吧 知道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那我数到三就开始 一 二 三 小心 慢点往上抬 所以 你就把自己刷成白色的了吗 因为 我不喜欢大花脸的样子 我懂你的心情 不管怎样 我必须马上恢复原样才行 不然孩子们都不愿意坐我的车了 放心吧 司库比 我这里有黄颜色的涂料 我们会帮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的 大家都会帮他吧 当然了 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 好了 我们把司库比重新刷成黄色吧 好 养死我了 别动 司库比 不然会给你刷歪的 知道了 好了 海力 瞧瞧 刷得多完美啊 嗯 司库比恢复原样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哦 不用担心 不过 小君 我们又重新变成大花脸了 不用担心 我再给你们刷干净就是了 这次嘛 先从海力开始 真的吗 这可怎么办 怎么了 又没有黄颜色的涂料了 什么 那我又得等吗 不行 我要赶紧刷完 勇敢的马斯提爷爷 接到通告 说前几天 林镇发生了一起儿童绑架未遂事件 什么 那抓住嫌犯了吗 还没有呢 作案的是一辆集装箱货车 代号X 大家可以看到他很善于伪装 所以不容易抓到他 现在即使他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 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罪犯 看起来我们也必须想想对策才行了 嗯 首先必须通知大家 如果看到可疑车辆就马上报警 而且我们还要提醒孩子们 格外注意人身安全 知道了 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波斯提 你送信的时候 如果发现可疑的货车就报警 放心吧 我也会通知朋友们的 谢谢 这个 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可疑的客人 那就好 如果发现线索就给我们打个电话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再见 安波 告诉孩子们一定要记住 无论如何都绝对不可以跟着陌生人走 无论他们有多亲热都不能跟着走 嗯 知道了 如果 如果首次见面的大人 让我们带路或者是帮忙 我们应该拒绝他 然后再去周围找自己熟悉的人 不过 拒绝别人是不是不礼貌啊 不是啊 大人怎么可能向小孩子请求帮助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拒绝也不算失礼的 记住了吧 哦 还有 一定不要被好玩的或者好吃的东西给诱惑住 知道了 哟 孩子们真懂事啊 如果看到可疑的车辆 我也会报警的 谢谢您 马斯提爷爷 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 再见了 诸位 快点快点去 竟然有人敢对孩子们下手 要是落在我手里 绝不会有你的好下场 您能把它怎么样啊 就是啊 您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哎哟 这些小东西 以前我可是曾经阻止了巨型大坝坍塌的呀 哎 吹牛吧 就是啊 爷爷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啊 我说你们两个 那可是真事 喂 你们 凭什么不相信我爷爷的话 哦 米妮生气啊 有什么好生气的 什么 算了 米妮 干嘛为这点小事争吵呢 哼 本妮 我们还是先去玩具店看看吧 好 爷爷 我们两个先走了 去吧 去吧 走吧 本妮 我说米妮 不要生气了 不过 您说阻止了大坝坍塌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还都骗你啊 哦 那就好 哦 对了 玩具店 爷爷 我们也赶紧去吧 好 我们出发吧 爷爷快点 我们要比陆地和本妮找到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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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利 哦 罗伊 镇上的情况如何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可医车辆 嗯 好 下午之前 我们再去镇上巡查一遍 好的 快点 走 快点 回来 爷爷 早啊 哦 马斯提 你这是要去哪啊 哦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玩具店 哦 原来是这样 店里的生意还好吧 我的生意好得很呢 爷爷 那我们先走一步 行吗 哦 行啊 我和威乐说会儿话 等会儿再去 好 哦 哦 对了 你听说过那件事情了吗 啊 你是说那个绑架犯吧 哦 真是 事逢日下呀 哦 今天不开门啊 那没办法了 我们回去吧 你们好 玩具店关门了 买不到新玩具很伤心吧 对呀 不过 叔叔您是谁呀 我是给这里送玩具的货车 我也忘了 今天玩具店不营业 看来你们是来买玩具的 愿不愿意看看我的玩具呀 真的吗 当然啦 哦 看 哇 这么多的玩具呀 你们上去尽情地玩吧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可以 你们忘了 跑里哥哥说的话吗 哎呀 就看一下 不会出事的啊 就是 就看一下罢了 那好吧 那好吧 就看一下 这些小家伙肯定玩得正开心呐 哦 他们 这 这是要去哪啊 哦 叔叔 你要干嘛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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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Hillary起来 给我站住你这个混蛋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出大事了 刚才有辆居中枪车 把孩子们给带走了 你说什么 姐姐呼叫 姐姐呼叫 出什么事了 小娟 刚才接到马斯汀爷爷的报警电话 三个淘气包被X绑架了 现在那辆车带着孩子们 正朝着风波岔路口的方向驶去 全体内员 请马上出动 是 小娟 你 怎么办啊 等救援队来了 那家伙早就跑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带着孩子们离开小镇 对了 我年轻时常走那条小道 等着我孩子们 爷爷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朝这边来了 正好 正好 这些什么 过不去了 没办法 这好道路吧 太好了 那条路比较窄 车跑不快 救援队肯定能抓住他 这边 马斯汀爷爷 莫莫莲 莫莲 派人开往隧道方向了 你们赶紧去追 好的 谢谢您提供信息 海力 你先去确定一下前方X的位置 知道了 我们得在X通过隧道前把他抓住 大家抓紧时间 知道吧 明尼亚 找到了 怪不得他的代号叫X呢 莫莫莲 发现嫌疑犯 他一会儿就到达隧道 知道了 我们也快到了 加速 骞子们在车上 所以大家行动的时候 要格外小心 那我们开始吧 知道了 嘿嘿嘿嘿 救救 别吵了 这怪你们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嘿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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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伊 嫌疑犯X 马上进入隧道 知道了 哎呀 怎么回事 停车X 你想干嘛 赶紧放手啊 绝不放手 停车X 你们又是谁 我们是布鲁姆斯救援队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你别无选择 赶快停车吧 嘿嘿嘿 以为我会怕你们吗 赶紧给我让路吧 赶紧让路 不让我转过去了 休想 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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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X 您绑架儿童 现在被捕了 啊 孩子们 没事吧 啊 这次事件 险些让我们失去了 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但是多亏了马斯提爷爷的勇气和智慧 孩子们才得以安全获救 所以布鲁姆斯救援队 决定授予马斯提爷爷 勇敢世民荣誉奖章 现在有请马斯提爷爷上台 马斯提爷爷此前获过一次奖 当时他阻止了镇上的大坝倒塌 拯救了整个村子 所以这次是他第二次获奖 哇 爷爷那次说的是真事啊 嗯 看吧 我爷爷真的很了不起吧 哦 爷爷真是好勞一账 嗯 有点不好意思 爷爷 还年轻得很呐 请您也听听我的解释 哦米奇 你在这里浇住一点混凝土 好 你好米奇 你好波莉 李德先生您好 您好啊波莉 您现在正忙着进行下水管道施工吧 今天有三个地方需要进行施工 从大清早就忙个不停啊 哦 今早完工固然重要 不过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哪 好的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走好 再见波莉 李德先生 混凝土焦住好了 让我看看 哦呀 焦住得很好 谢谢夸奖 那灯铺和波克还等着呢 我们去最后一个工地看看吧 好 嗯 嗯 大家好啊 李德先生 怎么样土都填好了吗 是啊 就等着焦上混凝土就行了 嗯 大家都辛苦了 剩下的交给我和米奇 其他人可以回去了 好的 辛苦您了 嗯 米奇 焦住一下混凝土 好 啊 看来混凝土都用完了 是吗 那这样吧 我在这里等着你 你先去灌满混凝土吧 嗯 知道了 我去去救回 你 怎么突然就没有混凝土了呢 嗯 是露梨和巴尼 你看 我啊 我也想试试 你们呀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 哎呀 怎么还没回来呀 闲着也是闲着啊 我整理一下设计图吧 哎 怎么少了一张 难道刚才落在工地上了吗 我得回去找找看 可这里又不能没有人 嗯 彼得先生 又见面了 Poly 你来的正好 是这样 我得回去找一下设计图 不过你也知道 需要有个人在这里看着 别担心 您就尽管去好了 我在这里看着 怎么样 你愿意吗 谢谢你Poly 您快去吧 这些调皮的家伙 都是因为你们 害得我必须重新找住了 啊 气死我了 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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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灌混凝土 在这里干什么 嗯 这个 米特爷 我们本来在这里玩得好好的 米奇哥哥去来凶我们 我好害怕呀 你们瞎说 米特先生 您听我解释 别说了 你们两个快走吧 在工地附近玩耍是很危险的 好 米奇 你马上去灌好混凝土 然后回工地 找到了 既然不听我解释 就对我发火 米奇 他对小孩子们发脾气了 可不是嘛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还能有什么原因呐 他都这么大了 做起事来哪有哥哥的样子 哼 哎哟 哎哟 混凝土不听鼓 小半斤抓住了 米奇 你好 玻璃 你好米奇 那个 你的事我听彼得先生说了 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我批评乌迪和本尼 是因为他们在混凝土上玩儿 彼得先生哥们不听我的解释 就袒护他俩 原来是这样啊 不要灰心 米奇 你再跟彼得先生好好地解释一下 他会理解你的 嗯 彼得先生正在工地上等你呢 你赶紧过去 对他解释一下吧 知道了 小半斤 别转的 混凝土 哦 米奇 米奇被彼得先生好一顿批评 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这次如果能诚实一点的话 米奇他也就不会挨训了 对不起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不过我们还是去跟彼得先生实话实说吧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对 我们是怕说了实话会被批评 哎呀 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米奇这次一定会很伤心的 等米奇过来了 您可要向他道歉呢 刚才我看见他的时候感觉他很受伤 我知道了 Polly 谢谢你消除了我的误解 也谢谢你们两个能说实话 不用谢 花凝土 不凝固 小半斤 转什么转 啊 真不想去 看来他正等着我呢 哼 彼得先生真讨厌 不听我的解释 让他一直等吧 好 我今天不去工地了 我要偷偷藏起来 绝对不能让他找到 不如藏在那里面吧 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 找不到我他就没法施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彼得先生和米奇消除误会了吗 我让彼得先生好好地跟米奇谈谈心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我觉得米奇肯定会非常伤心吧 嗯 下回见了陆迪和本尼 得好好说说他们俩 哈哈 你就放过他们两个吧 他们两个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总之彼得先生不再误会米奇就好了 嗯 嗯 嗯 已经天黑了 啊 堵住了 出不去了 啊 很害怕 你 你就完全凝固了 米奇 米奇 是彼得先生 怎么办 米奇你在哪里 他一直在等我 要是他知道我躲着他 又要信我了 怎么办 怎么办哪 哪里都找不到他 出什么事了 彼得先生 啊 我在这里 米奇 哎呀 哎呀 你怎么跑到这里面了 我滚在这里面住不去了 我好害怕 你稍等一会儿米奇 我马上就报警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彼得先生 什么 知道了 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紧紧呼叫 紧紧呼叫 米奇被困在七号隧道 全体队员请马上出动 是 小天 对不起 别说了 来了 哦 炒 丕得先生 在那里 霍丽 帅里 帮帮我 别担心 米奇 我们一定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罗伊 我们得先把混凝土除掉 知道了 好了 米奇 太危险了 你先往后站 知道了 好了 罗伊 好 现在 我们一起清理混凝土 好的 米奇 清理完了 快出来吧 谢谢你 罗伊 我太生气了 所以就偷偷躲了起来 原来如此 米奇 我听陆迪和本尼说了 我向你道歉 不该没听你解释就批评你 我也有错 别这么说 只要你平安无事 就比什么都好 但是 碧桐先生 今天没能完成时空 可怎么办啊 这个不用担心 明天再干呗 那太好了 哦 碧桐先生 感谢要出来了 哦 什么 没有好好摔动脚扳机 罗伊 这 抱歉 爱干净的凯普 干完了 那边都干完了 我们也全都干完了 上次被夜雨冲坏的道路 好像都修好了 嗯 这样的话 大家就能正常通行了 那 我们就回去吧 对了 回去的路上 我们顺便去洗洗车吧 看看我们都脏兮兮的样子 好 去洗洗吧 哦 小娟 什么事 知道了 马上过去 伙伴们 小娟说 八号接的指示牌倒了 我和罗伊得赶过去看一看 你们两个就先回去吧 好的 开谱 是斯普奇和波斯提 我们玩球吧 玩球 好啊 怎么这么多的水坑啊 在这里玩 我们一会儿就都成泥猴了 快过来啊 开谱 知道了 哦 那 开始了 开谱 击球 好 哦 嗯 糟了 弄得这么脏 你们先玩 我去去就回来 哦 有什么事儿这么匆忙 不知道 嗯 欢迎光临自动洗车场 请按黄线指示示 安巴先来吧 谢谢你 海力 等等 你好 开谱 不好意思 让我先洗 好不好 我非常的着急 没问题 你先洗吧 谢谢你 安巴 欢迎光临 开始自动洗车 哦 现在舒服多了 罗伊 这边弄好了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这边也整理好了 辛苦了 不过 看来回去的路上 我们两个也得去一趟洗车场了 好啊 一起去吧 这次我要小心 不能再弄脏了 凯普 接球 呃 脏死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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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洗锅的 呃 凯普 你为什么要躲开球啊 你到底要不要玩球了 对不起 我先离开一会儿好吗 呃 又要去哪儿啊 欢迎光临布鲁姆斯自动洗车场 请按黄剑指示示入 等等 呃 自动洗车完毕 呃 好爽 下一位请按黄剑指示示入 现在该我洗了 等等 呃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再洗一次呢 怎么 这里还有泥巴 没有洗干净呢 哪里 呃 这儿 哦 这儿 这儿 哦 哈哈哈哈 好 你去吧 谢谢 我们回来了 辛苦了 怎么这么晚 看来破坏要比想象中的严重啊 不是的 其实我们回来的路上去洗车 为了让凯普先洗 耽搁了一点时间 哦 我去洗的时候 也看见凯普洗车了呢 真的吗 哦 这么说 凯普一天竟然洗了两次 哈哈哈哈 加上我们见到的不是两次 而是三次 他都洗得很干净了 却又洗了一次 凯普本来就很爱干净的 哦 一趟一趟的洗澡累死了 我得告诉他们俩我不玩球了 我说 咱们不玩球了 开普回来啦 帮忙捡一下球吧 哦 我受不了啦 开普 开普 怎么还是这么脏啊 欢迎光临布鲁姆斯自动洗车厂 开普到底干什么去了呀 哎 看来是不回来了 真没劲 嗯 我们也别玩了 去洗洗澡吧 好吧 来来来回回好几趟 累死我了 怎么说这次也得洗得彻底一点 您已脱离规定路线 请勿逆行 不行 我还得再打点泡泡 再来一点 一点就好 请勿逆行 请勿逆行 怎么回事 机器有可能出现故障 请保持静止 机器故障 启动安全系统 再起一小会儿就行了 请马上离开起车厂 哦 怎么回事 机器停止运转 机器停止运转 我被夹住了 救命 救命啊 入口关闭 不可以 不可以啊 救命啊 凯普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下次再也不要和他玩了 没错 不过 这是什么声音 有人吗 救命啊 好像是从洗车厂里面传出来的 快过去看看 抱抱我 凯普 凯普 是你在里面吗 你们俩 快点救救我 我被夹在洗车刷中间动不了了 说什么 我好害怕 你等着凯普 我现在马上去报警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大事不好 出什么事了 波斯提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凯普不小心 被困在了洗车厂里面了 请全体队员 马上出动 是 小军 快把我弄出去啊 快把我弄出去啊 我们的车厂里面了 你还在那里面呢 太品声了 就要不需要 很快把你搭出去啊 不能悄于是 你们快点 Polly 这边的门打不开啊 什么 窗户也打不开 这边的门也是 应该是安全系统的原因 海莉 你马上解除一下安全装置 知道了 我打开入口 Polly 没有反应啊 Polly 镇定点 海莫 罗伊 看来我们必须强行把门打开 我来 好了 快进去 走吧 安巴 好 海莫 没事吧 Polly 安巴 解除一下控制装置 好的 好了 哦 得救了 还好你没事 海莫 谢谢你们 都怪我不遵守洗车厂的指令 才会出现这种事 看来 海莫不能忍受一点点的脏啊 我最讨厌身上有脏东西了 不过 玩得起劲的话 会弄脏也是难免的呀 没错 看看我们 安巴 我是不是很奇怪啊 才没有呢 开普 只不过 如果你太担心弄脏自己了 就不可能尽情地玩了 嗯 确实 我总是怕弄脏了自己 而不敢好好玩 尽情地玩过之后再洗怎么样 那样心情肯定会更好 嗯 我以后会那么做的 那我们再去玩球 好不好啊 好 你们两个还是赶紧洗一洗比较好 我不用洗 这么抖一下就行 哦 脏死了 一边去 我是你一把怪物 我要粘到你的身上 快闪开 快闪开 你这个怪物 我想把信送到 早上好 早上好 咯 大家好 你好 波斯提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我来给海莉送信 给我的信 给你 啊 这么多 哈哈 太开心了 看你好像高兴坏了 嗯 上次看到 波莉收到好多信 当时真是羡慕极了 谢谢你 波斯提 不客气 能把信送到 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没有给我的信吗 没有 是吗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波斯提 我也想收到信啊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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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又是这种戏 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怎么回事啊 也没写地址 只写着谢谢你姐姐 这让我送给谁呢 真是受不了了 我今天一定要查出 到底是谁写的这些信 接下来就在这里监视吧 监视谁 吓我一跳 是威乐先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正在查嫌疑犯呢 嫌疑犯 你有没有见过 有人往那个油桶里头的蓝色的信封啊 没注意啊 蓝色的信封 信封上没有写收信人的地址 所以一直没能送出去 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很重要啊 能不能把信送到主人的手中 难道这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吗 知道了 对了 你在监视的时候 如果看到了邓普 你就叫我一声 邓普吗 对 他该来送轮胎了 那就拜托你了 好 彼得先生 不会是 蓝色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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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提刚刚才来过的 怎么可能又来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及时抱着他 然后就安全了 是这样啊 小军 你们好 这是聊什么呢 热火朝天的 我们在听海力讲 关于来信的事情呢 是吗 都是谁写的 是海力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们 给他写的感谢信 没什么了不起的 都是些救下树上的小猫了 就是帮人抓个气球了 之类的小事 不过 信里还有一张画呢 真幸福海力 小娟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你看上回 婆里收到了好多感谢信 这回海力又收到了那么多 可我一封信都没有 哦 不小心睡着了 这是 蓝色星风 肯定是那个小孩 小朋友 你等等 哦 在那儿呢 小朋友 等等我 小朋友 等等我呀 不思体 危险 展开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哎呀 哎呀 哎 哎 嗯 哎 哎 灯普 你没事吧 哎 不思体 哦 威勒先生 邓普为了避开我翻车了 别婆婆妈妈的内疚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先打电话报警吧 哎 我也想收到信 哦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哦 威勒先生 你说什么 挺急呼叫 挺急呼叫 邓普在威勒先生殿前的路上遭遇了事故 请所有队员前往事故现场 是 小君 哈 嗨 驾 邓普 帮帮我婆莉 别担心邓普 我们马上就帮助你 海力 你去进行交通管制 好的 嘿 罗伊和安巴 把邓普扶起来 直到 听爸爸 威勒先生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了 你和波斯提去安全的地方吧 嗯 好吧 明白了 小心 小心点 停车 怎么会这样 前方发生了事故 请各位绕道行驶 什么 我之后原路返回了 好吧 对不起 对不起 灯普 下回小心点就好 哦 我还有 我还有 祝你早日能找到那封信的主人 谢谢 那么我和安巴 嘿嘿嘿 嘿嘿嘿 不过 估计不好找吧 是个我不认识的孩子 是吗 那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这个 只记得他是黑头发 戴着眼镜 不记得其他什么特点吗 嗯 啊 在他校服的胸口 有一个黄银色的领结 是吗 有这些线索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了 嗯 嘿嘿 这里就是那个孩子的家吗 嗯 我确定 怎么找到的呢 我去问了斯库比 因为镇上所有的孩子斯库比都认识 没错 我们复述了你描述的特征 黑头发 眼镜 黄色领结 啊 应该是立安吧 她是上个月刚刚搬过来的 在上布鲁姆斯幼儿园 斯库比是这么说的 于是我们去幼儿园打听了一下她家的住址 哇 你们可真了不起啊 没什么了 嘿嘿嘿嘿 好 我们去见见立安吧 谁啊 哦 你好立安 我们是布鲁姆斯救援队 我是游地人波斯提 哇 你们就是传说中的救援队 好高兴啊 还有波斯提你好 欢迎你来到小镇 嘿嘿嘿嘿 不过立安 我们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情要问问你 什么是 请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哦 对啊 不过我的信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李安你的信上没有写收信人的地址 所以送不出去 地址 地址是什么 地址就是收信人住在什么地方 嘿嘿嘿 只有写上这些才能把信送到 这样啊 嗯 看好了 这里写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 这里写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 还要在这里贴上邮票哦 是这样啊 不过我不知道那个姐姐的名字怎么办哦 那你能详细描述一下那位姐姐的情况吗 那是我搬来后的第二天 我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 车突然坏掉了 怎么办啊 这时有位穿着橘黄色衣服的姐姐走了过来 是不是你的自行车坏了呀 我来帮你看看 她很快就帮我修好了自行车 嗯哼哼好了 哇 我还有事先走了 嘩 姐姐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呢 姐姐就已经走掉了 我好像已经知道是谁了 我也是 嘿嘿嘿嘿 哦 是谁呀 哇 这都是给我写的信吗 哇 当然咯 真羞女 不过 立安是谁呀 你看了信就知道了 要知道这封信来得太不容易了 是吗 我得赶快读一下 谢谢你波斯提 那我先忙去啦 因为今天也有很多信要去送呢 再见波斯提 谢谢你波斯提 这就是我喜欢送信的原因 好了 完成了 早上好 早上好 小娟 你又在忙什么呀 你看 怎么突然想出要搞合唱团了 对啊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我猜肯定是因为 林震合唱团参加比赛得了奖 所以小娟也跃跃一试了吧 没错 还是安巴最聪明 林震合唱团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之后 受到了大城市的邀请 还见到了有名的音乐家呢 所以我也准备挑战一下 说不准我们也能有机会 站在大舞台上演出呢 对吧 我赞成 如果我们镇上有了合唱团 应该会非常有意思 对大家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这么说的话我也赞成 我也赞成 合唱团组建以后 我们先为镇上的人们进行一次演出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错 纪念布鲁姆斯合唱队成立的出道秀 很好 我们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好 注意了布鲁姆斯镇的全体居民大家好 救援队正在征集布鲁姆斯合唱团成员 并且准备进行一次合唱团创建纪念演出 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勇约报名参加试音 要搞合唱团了 还有演出呢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报名哦 好的 我想问问 不会唱歌也能报名吗 当然能 只要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我们都欢迎 我们还要举办一场合唱团成立纪念演出 所以一定要报名哦 知道了 一定会的 布鲁姆斯镇说我唱歌最好了 当然不能少了我 说什么呢 布鲁姆斯镇最棒的歌手是我 明明是我 不是是我 净真会很激烈啊 滚刷滚一滚垃圾扫光 坏心情也跟着全扫光 克里尼 你好 你们好 克里尼 你知道征集合唱团成员的事吗 嗯 我们刚报名回来 你也报名了吧 没 还没呢 你也去试试看吧 被选上了还能演出呢 嗯 好 我想想看 那我们先走了 嗯 谢谢你们 嗯 应该很好玩吧 我要不要试试呢 不过 我可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唱歌 嗯 今天就到这儿吧 小娟 克里尼 你是来报名的吗 嗯 我犹豫了好久才来的呢 来就对了 克里尼 这是很难得的锻炼机会 呃 是吗 怎么样 小娟 报名的人多吗 加上最后一个报名的克里尼 报名人数比预想的少很多 这样啊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想要参加的 对 反响也很强烈 这样的话就好了 哦 对了 和唱团的指挥人选 我已经定好了 是谁啊 就是安八 哦 恭喜安八 安八肯定能做好 没错 谢谢了 我会努力的 我还有一个提案 除了唱歌的成员之外 我们可以同时选拔出演出时演奏乐器的成员 这个想法不错哦 其实今天有人就在担心自己不会唱歌呢 我相信唱歌配上伴奏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嗯 对啊 我已经对反响应投影曲兴奏乐器的音症 我已经对试音会迫不及待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哈哈哈哈 就按我们平常练习的一样 我开个头 大家就开始唱 这是吧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是凯普 真烦 快开始吧Polly 再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开始 都准备好了吗 嗯 第一位适应的是斯普奇 欢迎 大家好 欢迎斯普奇 你唱一首歌试试吧 嗯 三只小熊生活在一起 熊爸爸 熊妈妈 熊娃娃 一身一身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布鲁布鲁布鲁姆斯镇 最快的车 布鲁布鲁布鲁姆斯镇 最帅的车 那就是开谱 那就是开谱 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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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肩膀 膝盖 车轮 下面是三个淘气包 大家好 你们好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一 二 山兔子 脱了 脱了 你没有数三就开始了 练习的时候明明很好的呀 哇 四顾笔唱得太好了 是啊 哇 四顾笔和波斯体两人实力相当啊 又教授回来 紧紧地跳起来 咦 是克力尼 看上去也很紧张 大家都好厉害啊 我想我是选不上了 克力尼 你要去哪儿啊 马上就轮到你了 我 马上回来 克力尼 好啦 最后一个是克力尼 咦 还没来吗 刚才我看见他了 那我们就等等他吧 啊 怎么办呢 就这样回来了 哎 克力尼还没来呀 是不是没有勇气上场所以走掉了呀 刚才见他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刚才叫他时 他慌忙地走掉了 嗯 是这样啊 既然如此 我们主动去鼓励鼓励他 怎么样啊 克力尼既然报名了 他一定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安巴的这个提议很不错 我们去给他打打气吧 帮助克力尼鼓起勇气 完成试衣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他们会不会一直在等我 要不要回去呢 嗯 不行 啊 这声音 看来他们来找我了 怎么办呢 齐 可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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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可力尼不再吗 可力尼 克里尼 伙伴们 看那边 克里尼 妈呀 安巴 你干什么呢 对不起 我明明报名参加了 却没有勇气去上场 我真的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去唱歌 哦 是这样啊 那克里尼 你现在还想不想参加合唱团 嗯 一定会很有气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害羞了 挑战一下吧 没错 克里尼 试试看吧 嗯 我们相信你 谢谢你们 不过 试音已经结束了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在这里唱就可以 伙伴们 为了让克里尼鼓起勇气唱歌 我们给他搭一个小舞台好吗 好 好 好漂亮 谢谢你们 是你们给了我商场的勇气 不客气 那么 我们请克里尼上场吧 大气鼓 唱起歌 你和我的歌 多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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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一首歌 怎么样 真的很精彩 而且克里尼的才能不光是唱歌而已 是啊 他们是小鼓手 克里尼 谢谢你 安巴 大鼓手 斯普齐 伯手 凯普 喇叭手 邓普 谢谢你 安巴 主唱是斯库比和波斯提 我会努力的 我也是 不足和声的是 米尼 陆迪 本尼 麦克斯 还有布鲁诺 好开心 欢迎大家加入布鲁姆斯合唱团 谢谢了 全都合格了呀 真像安巴的风格呀 另外 我们还确定了首次演出的日期 在两周之后 明天就要开始练习了 请听从安巴的指挥 大家好好加油吧 请大家都关注 请多关注安巴 呀呼 要演出了 好高兴啊 布鲁姆斯合唱团 下集 把舞台搭在那边怎么样 好 如果舞台能按计划完成 演出的现场气氛会更热烈 话说回来 今天开始第一次练习 也不知道顺利吗 是啊 我想现在正练习的热火朝天吧 安巴的你 我是我的朋友 我们都是老朋友 我们都是老朋友 太阳光了 斯库比 波斯提 你们两个稍微小点声好吗 都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了 不行 波斯提的声音太大了 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明明是你的声音更大 你说什么 别吵了 第一次合唱 这也是难免的 大家知道合唱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最重要的是和谐 和谐 彼此 彼此各不相同的声音 彼此各不相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才能创造出 坏了 坏了 话说小娟 今天还算顺利吗 别提了 斯库比和波斯提唱的声音太大了 到现在我的耳朵还作响呢 第一天难免那样 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但愿吧 对了 舞台搭建的怎么样了 很顺利 我们大家都在努力 拭目以待吧 我相信明天的练习一定会更顺利的 斯普吉 等等 怎么了 安巴 因为你老是乱敲 节奏都乱掉了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一个人弄得大家全都乱套了 看来大鼓还是让我敲比较好 什么 大鼓是我的 你又敲不好 别争了 斯普吉 我会看着乐谱 告诉你准确的节拍 你呢 就看着我的指挥棒敲吧 知道了 哇 东巴 哇 东巴 哇 东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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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今天终于要演出了 小军 怎么了 你有什么心事吗 话说回来 怎么也没有看见安巴呀 早上 斯库比和波斯提来电话 说他们要退出合唱团呢 什么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突然退出呢 其实这些日子合唱团 一直是一团糟 凯普和斯普齐 争着要敲大鼓 波斯提和斯库比 又一直争吵互不相让 原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安巴肯定很难办吧 这个问题需要安巴 好好进行调节才行 是啊 你们两个赶紧和好 一起回到合唱团吧 要我回去 除非波斯提先道歉 凭什么 是你先大声唱的 什么 对不起 我实在没有办法和斯库比这样的歌手一起唱歌 我回去了 波斯提 我还不想和你唱了 别走啊 听我把话说完 这该怎么办呢 可林尼 可林尼 波斯提 登铺也是我的朋友 哇 舞台真棒 我要敲大鼓 不行 大鼓是我的 说什么呢 我要敲大鼓 站住凯普 不行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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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舞台被你们搞砸了 呃 麻烦了 快跑吧 凯普 等等我 你们去哪儿 啊 怎么办 可林尼 安巴 舞台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呃 这个 斯普齐和凯普 争着敲大鼓 嗯 怎么 还是没有安巴的消息吗 嗯 还没有 那演出还能进行吗 不知道 啊 安巴 怎么样了 小军 看来 我们得取消演出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斯库比和波斯提 还没有和好 再加上 凯普和斯普齐 争抢着要敲大鼓 把舞台给毁了 什么 虽然很不好意思 但是 还是想让你 替我跟大家说一声 演出取消吧 对不起 安巴 连安巴都放弃了 要是知道 演出取消了 大家该会多失望啊 是 是啊 我们精心准备了那么久 难道都要白费了吗 Polly 我们还有点时间 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 就可以演出了吧 对 舞台虽然塌了 但是我们只要努力 肯定能赶在演出开始前修好 不过 说服斯库比和波斯提 才是大问题 我认为 应该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斯库比和波斯提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 没错 那样的话 他们两个 也就不会再各执己见了 嗯 我和罗伊 去重新整理一下舞台 小娟和海莉 你们两个负责说服大家 好 那我们就赶紧行动 小娟和海莉 炮 炮 驾 罗伊 我来负责整理乐器 你重新安装一下设备 好的 好的 你们两个还是赶紧和好 回去参加演出吧 但是舞台呢 不用担心 Polly和罗伊正在努力修复呢 那太好了 你们会去吧 会的 因为我们两个演出要被取消了吗 嗯 安巴心里交瘁说要取消演出 波斯提 我跟你道歉了 我们重新回去吧 那怎么行 是我错了 对不起 哇 你们两个和好了 舞台准备好了 辛苦了 Polly和罗伊 我们来了 欢迎回来 现在就差安巴一个人了 我真的很尽力了 虽然很累 但是练习时也很快乐 安巴 请你马上回到演出场地 什么事啊 Polly 你来了就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哦 哇 你们 欢迎回来 安巴 安巴 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 对不起 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大鼓而吵架了 嗯 一起加油吧 加油 安巴 谢谢大家 我也绝不会再放弃了 谢谢你们重新聚在一起 谢谢 不客气 好 那就让我们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吧 大家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都是好朋友 米奇博客等不是王王 台湖小泉海里是我朋友 安巴洛里坡里是我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合唱演出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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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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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